这个男人将昏睡的女人抱到床上 细心的替他盖好被子 还将他的衣服 认真叠好放在一边 看女人熟睡后 关上灯悄悄离去 男人居然没有趁机 占女人便宜 真是一个正人君子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次日 服务员来到房间打扫尾声 看到女人还在睡觉 于是上去叫醒他 然而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接到报警后 张队立刻带人赶到了酒店 此时警员们正在对房间进行仔细调查 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就连杯子上都没有任何指纹 这让案子一下子陷入了混乱 女人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经过调查 女人名叫魏阳 是一家金属门窗厂的老板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他的包 里面有他的身份证和名片 还有4000元现金 除此之外 再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警员小罗询问了服务员 服务员告诉他 自己早上8点半的时候 敲过一次门 当时屋内并没有任何回应 他进屋一看 客人还在睡觉 于是就没有在意 离开了 直到下午3点半 他再次来到这个房间 依旧是没人回应 他开门一看 客人还在睡觉 但是姿势和上午完全一样 这让他有些奇怪 于是走上去查看了一下 才发现客人已经死亡了 赶紧报了警 小罗问他 在8点半到3点半期间 有没有人来过这个房间 服务员保证地向他说 没有人来过 既然没人来过 那就说明 女人应该是昨天遇害的 另一边 张队找到了魏阳的弟弟 魏光 从他的口中得知 魏阳身上有好几张银行卡 其中 建行卡里有4万 招行卡里有30多万 还从他的口中得知了 三个人名 杨小飞是魏阳的好闺蜜 同时 也是厂里的二把手 两人平时的关系十分好 联军 魏阳的男朋友 两人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是厂里跑业务的 但最近两人的关系 好像不太好 最后一个人 叫许靳东 是一个搞工程的 在大连和沈阳这边都有公司 魏阳经常去找他 得知了这些线索后 警方首先找到了魏阳的男友 联军 你是不是叫联军 啊 什么 魏阳的意思是吧 是不是 你和他什么关系 我的家啊 我的家啊 嗯 魏阳死了 你知道吗 死了 嗯 哪是不死的 不可能啊 对于魏阳的死 他表现的并不是很惊讶 张队也对他的态度有些奇怪 自己未婚妻死了 你竟然如此平淡 联军解释说 虽然他是魏阳的未婚夫 但魏阳却怀了别人的孩子 这让他心里面十分难受 这件事搁在哪个男人身上都不能接受 于是两人吵了一架 他也憋了一肚子气 张队问他 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是你的 联军说 自己知道魏阳在外面有人 一个叫许静东的 两人关系很神秘 听了张队的话 联军顿时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此时他的心里应该十分后悔 张队继续询问 得知了魏阳死亡那天 他要去明月大厦签一份合同 从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魏阳 与此同时 小罗两人找到了许静东 询问他跟魏阳的关系 和案发当天的情况 许静东也没憋着藏着 直接说自己跟魏阳是情人关系 当初两人是在喜中心认识的 后来自己出了50万 给他开了一家工厂 平日里 两人也就时不时见见面 也就这点事情了 案发当天 他在外地谈项目 很多人可以给他证明 另一边 张队又找到了杨小飞 据他所说 那天魏阳是去找一个 叫刘时的人签合同 还让自己 给他准备了8000块现金 两人约好签完合同后 去逛商场 可自己 在商场门口 等了大半天 也没见魏阳来 给他打电话 也打不通 当时的时间 大概是下午4点多 经过一系列调查询问 警方排除了这三个人的作案嫌疑 现在这个案子 成了一个悬案 凶手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是情杀 没有相关证据 魏阐杀人 死者包里的4000块现金 又做着反证 这下子 让警方彻底陷入了死胡同 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出现 给案子 打开了新的出路 案发后 警方一直在监控着魏阳的银行卡 果然有了线索 一个叫做周密的男人 拿着他的银行卡 取走了4万块 警方立刻将周密逮捕 对他进行了审问 是郑辉给我的 郑辉是谁 他在干什么 他是我朋友 是东翔广告 彭辉公司工作的 根据周密交代 银行卡是他的朋友 郑辉给他的 当时他并不愿意 替他取钱 奈何郑辉答应 给他2000块的回口 取个钱 就能拿到2000块 换做是谁都愿意干 经过警方 进一步的调查审问 这个郑辉 正是跟魏阳签合同的刘石 刘石是他编造的假名 目的 就是为了骗魏阳见面 抢走他卡中的30万块钱 现在他已经得手了 肯定会尽快取走这笔钱 于是警方决定顺藤摸瓜 冻结魏阳的银行账户 并对郑辉进行抓捕 那么此时的郑辉在哪里呢 作案后 他第一时间跟妻子搬了家 然后找到朋友 骗他说 自己要去秦皇岛做生意 问他要了几张照片 因为取走大额现金 需要身份证 他用朋友的照片 和魏阳的名字 去办了假身份证 还到处说 自己要去秦皇岛做生意 目的 就是为了把警方的视线 转移到秦皇岛 他知道警方 很快就会找到周敏 从而得知自己的下落 为此 他还特地来到秦皇岛 找到了当地的朋友 让他帮忙找商铺 做完这一切后 他连夜返回了沈阳 夺到了情人唐燕家中 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 但妹妹的一通电话 让他又成了惊弓之鸟 哎红啊 我几个 警察 他们说啥了 我没事没事 没事 什么 我我 我欠边点钱 我在外地呢 秦皇岛 行行 我过两天 过两天就回来 行 你好好照顾妈 这样郑辉 一下子警觉起来 他赶紧朝楼下看去 一辆警车 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个把他吓坏了 难道警方 没有去秦皇岛 而是找到了自己吗 他赶紧找借口 告诉情人 连夜回到了秦皇岛 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 让他赶紧来找自己 带他去本夕玩 顺便将黄文华也叫了出来 郑辉去本夕的墓地 一是为了逃避警方的事件 二是为了将三十万取出来 此时警方并没有找到郑辉 通过调查 警方找到了他的情人唐燕 从他的口中得知 郑辉去了秦皇岛 随后警方又来到了秦皇岛 到处调查郑辉的消息 最终找到了他的朋友 却又得知 郑辉已经离开了秦皇岛 这把张队气得不行 这小子 这是在耍我们呢 回到沈阳后 张队又经过调查 找到了郑辉妻子的妹妹 叶颖 让他给姐姐打电话 询问他 现在在哪 终于从他的身上 找到了郑辉的位置 此时的郑辉就在本夕 张队立刻带人 赶往了本夕 与此同时 郑辉安排黄文华 去拿一个包裹 里面正是他办的假身份 只要身份证到手 那么三十万也就到手了 然而警方早就进行了布控 就在黄文华取见的那一刻 警方就将他逮捕了 黄文华一脸懵逼 自己这是犯啥事了 一了解才知道 原来郑辉杀了人 还用他的照片 办了假身份证 张队让他给郑辉打电话 约他到这里见面 可郑辉这个人十分狡猾 他从电话中听出了问题 嘴上答应下了 刚挂断电话 就立马收拾东西跑路了 从这之后 警方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他断绝了与任何亲人的联系 就连他的妻子 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春去东来 两年时间过去了 案子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这让上级领导十分重视 加大警力 对案子重点调查 然而 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就在这时 从唐燕那里传来了好消息 找到郑辉了 原来 郑辉这两年 夺到了北京 通过自己的努力 挣了点钱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是妻子 而是他的情人 唐燕 正好过几天 就是他的生日 郑辉给他买了一束花 殊不知 唐燕听说他杀人后 已经对他没了希望 收到花的那一刻 他立马给警方 打去了电话 终于有了郑辉的线索 张队派小江赶往北京 将郑辉捉拿归案 虽说得知了郑辉的消息 但北京也不想 找起一个人来 也很麻烦 经过三天的寻找 还是没有郑辉的任何消息 另一边 郑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告诉室友 自己要回老家 可他 却来到了一家网吧 在这里包酒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警方就查到了这里 经过小江询问 从室友制纲口中得知 跟他合租的就是郑辉 他化名李伟 住在了这里 只刚告诉小江 郑辉回老家了 这样小江扑了个空 小江赶紧去火车站 希望能够拦下郑辉 可惜并没有找到他 因为此时的郑辉 正在网吧呢 这两年来 他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活 每隔两个月就会搬家 而且 从来不告诉别人 自己的行踪 就算说 那也是假的 没办法 小江只能继续调查网吧等鱼龙混杂的地方 这天 终于让他找到线索了 红侠网吧的老板告诉他 这个人经常来这里上网 通常都是周六来包酒 正好今天是周六 小江十分高兴 立马预定了两台机器 准备晚上来抓捕郑辉 不得不说 郑辉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他正准备去网吧 突然看到电视上 播放了一则新闻 一个网吧着火了 政府要求北京所有网吧停业整顿 既然如此 那么红侠网吧肯定也停业了 这样郑辉很生气 自己还有事情要办呢 志刚告诉他 后面有家黑网吧 于是郑辉就去那里了 网吧这边 小江两人已经在这里 等了两个多小时 但始终没见郑辉的踪影 老板告诉他们 网吧接到通知要关门了 两人没办法 只好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两人一直守在网吧门口 但始终没看到郑辉的身影 这条线索又落空了 没办法 警方只能从头再来 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 小江两队开始对几十万的外来赞助人口 进行逐一排查 可大半个月过去了 依旧没能找到犯罪嫌疑人郑辉 但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找到了线索 一听妇女主任认识郑辉 还在他家租房子住 想将心里面止不住的开心 赶紧询问更多的消息 妇女主任告诉他 这个男人叫李伟 就住在自己隔壁 昨天还看见他来着 小江赶紧让他带自己过去 另一边上天似乎是在帮郑辉 他突然觉得屋内有些呼吸不长 决定出去喘口气 恰巧妇女主任带着小江过来了 但凡他早一分钟出来 都不会被警方逮捕 然而他的运气用尽了 2002年10月12号下午 杀人逃亡了两年之久的政辉 终于被警方逮捕归案 张队立刻对他进行了审问 一会儿一跑二年多了吧 这二年多应该说 你在外头游山玩水 还有女人陪着 挺疯狂 在被捕之前 郑辉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如今被逮捕了 心里不知为何踏实了下来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请求警方赶紧判他死刑 判什么刑是法官的事情 张队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杀害魏阳 郑辉说 其实一开始自己没想要他的命 只想抢点钱 可一想到自己以后 可能会被这个女人指控报复 心想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他杀了算了 郑辉是通过自己情人唐燕认识的魏阳 听说他本来是西角城的小姐 自从认识的许静东 从此开始飞黄腾达 还开了一家自己的工厂 于是他想起了歪心思 想抢他一笔钱 郑辉假扮成刘石 声称自己公司盖了一座大厦 需要五十个卷帘门 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很快魏阳就上钩了 因为郑辉之前是广告公司的 经常跑业务 所以假扮一名经理 对他来说轻车熟路 在他的花言巧语下 魏阳很快就相信了 并准备明天就跟他签合同 次日 郑辉在饮料中下了药 怕魏阳起意心 还特地放在了冰箱中 静静等待着鱼儿上钩 不久后 魏阳拿着合同 来到了明月大厦 见魏阳来了 郑辉赶紧请他坐下 但他对合同的事情 只字不谈 不停地给魏阳倒饮料 让他喝 魏阳也不好拒绝 只能一口口喝下去 殊不知 饮料已经被郑辉动了手脚 但让郑辉奇怪的是 怎么魏阳还不昏过去 难不成药下少了 见魏阳一直催促着签合同 郑辉演不下去了 看到郑辉掏出刀 可把魏阳给吓坏了 不断求他 别伤害自己 郑辉也不含糊 自己这次来 就是为了钱 为了保命 魏阳将自己的两张卡 给了郑辉 还告诉了他密码 可没想到 郑辉却突然让他 开始脱衣服 难不成 他还想结色吗 这让魏阳十分害怕 但郑辉告诉他 自己对你没兴趣 让你脱衣服 是怕你追上来 赶紧脱 没办法 魏阳只好脱衣服 但脱着脱着 药效上来了 魏阳混了过去 郑辉本想将他 放到床上 伪装成他熟睡的样子 可转念一想 万一这个娘们 报复自己怎么办 自己的脸 他已经见过了 此时的郑辉 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拿起枕头 捂死了魏阳 他知道魏阳的死 早晚被人发现 于是给他盖好被子 还叠好了他的衣服 伪装成他在睡觉的样子 这样一来 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他还拿出毛巾 将杯子桌子 仔细擦了一遍 不留下任何痕迹 就这样 他杀害了魏阳 拿着他的银行卡 逃之夭夭 事情到这里 算清楚了 等待郑辉的 将会是法律的言成 法网恢恢 书而不漏 我是谭叔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是这对 小夫妻大喜的日子 可丈夫万万没想到 妻子居然会说出 这样一句话 让我们两一块死 今天可是咱们结婚的日子 你怎么说这个 我想将这一刻固定下来 这样 这种感觉永远就不会消失 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这让他高兴的心情 一下子烟消云散 本该是结婚大喜的日子 未来的幸福生活 正在向这对 想夫妻招手 可妻子 为何会说出 这样一番话呢 这件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男人名叫阿新 他跟妻子玉梅 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在一起玩耍 直到高中的时候 发展成了恋人的关系 阿新虽然学习不好 但凭借自己优秀的身体素质 考上了体育大学 玉梅学习也不好 自身又没有什么优点 只好进工厂打工去了 在九十年代 一名大学生和一个工人的身份 那是相差很大的 大家都以为 两人的关系会断掉 但阿新并没有跟玉梅分手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但玉梅深知 自己的身份配不上阿新 所以她发了丰盛的爱阿新 对她的控制欲 也越来越强 生怕她 从自己手中溜走 这天 她来到大学 找阿新 两人玩得十分开心 还在树上刻上了字 以此来证明自己 对对方的爱意 玉梅看到阿新 没有写时间 有些不乐意了 可是 你没有写爱我多久啊 这时候阿新 开起了玩笑 说自己班里 有好多漂亮女生 自己 有那么的优秀 说不定 自己会被其他女生抢走 要是换做其他的小情侣 女生会敲打男生 说她是个坏蛋 男生再道个歉 这件事 就这样开开心心的过去了 阿新也是这样想的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玉梅突然夺过 自己手中的磕刀 抵在了自己脖子上 你如果喜欢别的女人 我就死给你看 行了行了 别闹别闹别闹 谁跟你闹啊 我是开玩笑的 我知道 我比不上你们那些 大学里的女同学 可是 我们工程女工 只有我们自己的办法 你可真够傻子 我怎么会抛弃你呢 算了算了算了 我警告你 我不是跟你说着玩的 好好好 随后玉梅拿出一块手表 送给了阿新 里面还有她的照片 这样她就可以随时 陪在阿新身边 我要让你永远带着她 像孙悟空的金箍咒一样 其他任何女孩子 不要想靠近你 也正式经历了这件事情 玉梅对阿新的控制欲 越来越强 阿新毕业后 两人很快就同聚了 这时候 玉梅的控制欲 展现出来了 她不让阿新出去 也不让她去工作 整天让她待在家里 做一个家庭主夫 一旦发现阿新出去了 玉梅就会跟她争吵 怀疑她在外面 有了女人 整天待在家里 换谁都得憋疯 想想现在 正在家中隔离的你 深通体会了吧 既然不让自己出门 那么阿新就把朋友 叫到家中来玩 打架玩嗨了 也就不在意一些细节了 一个女人 紧紧地贴在了阿新身边 这时玉梅下班回来了 看到阿新身边的女人 瞬间火冒三掌 陈兴培 你 玉梅 你干什么 玉梅你别这样 谢谢女人 走开 你们一对狗男女 你误会了 我们就是玩儿牌 这儿没有你的事 这让阿新很生气 骂她可以 但不能侮辱她的朋友 朋友们见状 赶紧离开了 阿新送走朋友们后 转身将玉梅推到了箱子旁 两人为此事争吵起来 玉梅担心 那群朋友会把阿新交坏 他们算是什么朋友啊 他们只会让你抽烟喝酒赌钱 把你妈妈的交坏 男人玩玩都不行 有什么大不了啊 人就是这样变坏的 我凭什么做好人 我为什么要做好人 我为什么要守在这地方 阿新本以为自己发自脾气 能够让玉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能够让自己正常的生活 可没想到玉梅跑去厨房 拿了把刀 问阿新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还要跟她拼命 阿新见状有些慌了 她害怕 以玉梅的性格 真的会做出什么事来 说自己一直都爱她一个人 玉梅听了 心里很高兴 将刀放下了 这时阿新将她推到沙发上 警告她 以后不准再拿刀威胁她 自从这件事情后 玉梅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不再将阿新关在家里 阿新也终于能够如愿地正常生活了 很快两人便准备结婚了 拍完婚纱照后 就是婚礼的事情了 阿新想要请自己父母过来 可玉梅不同意 因为她的父母一直反对两人的婚事 只要是反对自己跟阿新爱情的人 那就是自己的仇人 但结婚南方的父母不来 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玉梅却说 结婚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 干嘛要请别人来呢 阿新说不过玉梅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很快两人便举行了婚礼 真的是两个人的婚礼 除了新郎新娘没有其他人 但两人还是十分高兴 终于能够跟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如此高兴的时刻 玉梅的一句话让阿新瞬间扫兴了 她不想跟玉梅发脾气 只好将脾气发到了隔壁的邻居身上 打这儿起 命运成了阿新最讨厌的音乐 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 阿新在学校担任体育老师 玉梅继续在工厂上班 这天阿新十分高兴 她准备了一个惊喜给玉梅 看到玉梅下班回家了 阿新赶紧把她拉了过来 就在这时 电话突然响了 奇怪啊 自己刚装的电话 号码还谁也没告诉 怎么会有人打电话过来了 玉梅接了起来 但对方什么也没说 这不禁让玉梅起了疑心 她想起了那天打牌时 贴在阿新身边的女人 质问阿新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阿新拼命跟玉梅解释 说自己没有 可能是别人打错电话了 可玉梅根本不听 你不要回避问题好不好 你老是给我交代 我真的没什么 什么也没有 我才不相信你呢 好了吧 行了吧 这一摔彻底摔碎了两人的感情 从这时起 阿新开始对玉梅冷漠起来 突然有一天玉梅消失不见了 因为玉梅对自己强硬的控制欲 让阿新对她开始冷漠起来 可这天玉梅却消失不见了 阿新疯了事地找她 依旧没有任何音讯 就这样过去了三年 阿新又找了一位妻子 文秀 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但一个女生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切 这个女生叫小卢 她是一名大学生 马上就要毕业了 她准备写篇关于爱情的论文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突然她在报纸上 看到了一个寻人启事 正是阿新寻找玉梅的报道 一位丈夫对失踪三年的妻子 还如此的不离不弃 这一定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于是打听到了阿新的学校 找到了她 我这次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故事 故事 什么故事 我在写一篇关于爱情的论文 我觉得你跟你太太的故事很特别 我太太 文秀 不是 应该说是你的前妻刘玉梅 一听到玉梅的名字 阿新显得十分惊讶 赶紧说 他们的故事很普通 随后以上课为由离开了 小如想问她电话 可阿新却说 自己家里没有电话 回到办公室后 阿新找出了当时 玉梅送给她的手表 来到了当初 两人刻字的数钱 想起了曾经的过往 将手表连同过往 埋到了土里 另一边 小如不肯放弃这个故事 她一定要搞清楚 阿新两人之间 发生了怎样浓烈的爱情火花 她还把这个新闻 给男友阿海看 可阿海却说 还劝她多些些网上的爱情故事 那才叫浪漫 但小如追求的是真实 次日她来到警局 查到了玉梅老家 随后来到这里 找到了她的父亲 从玉梅父亲口中得知了 阿新和玉梅相恋相爱 到结婚的故事 自从两人结婚后 玉梅很少来看望自己 反而是阿新经常来 说阿新是个十分懂事 孝顺的孩子 自从玉梅消失后 她一直劝阿新再找一个 可她就是不听 发誓要找到玉梅 这波三年过去了 她才在父亲的劝说下放弃 跟文秀结婚了 小如还从父亲口中得知 玉梅在消失前怀了孩子 可却自己偷偷打掉了 随后便不见了踪影 随后小如又找到了阿新的朋友 询问两人的感情 是不是有第三者插入 朋友告诉她 玉梅她不知道 但是阿新的人品 她十分清楚 她不可能去找小三 这时候 她突然想起来一个女人 就是那天贴在阿新身边的女人 据说心培啊 就因为这个女孩子 差点得罪了刘玉梅啊 之后 她干脆跟所有的朋友都不见面了 可是 联系方式长不到了 这让小如有些可惜 回去的路上 她又遇到了阿新 这次 她并没有驱赶小如 反而告诉了她一些 两人之间的故事 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 两个人是十分相爱的 玉梅经常来学校陪她 有次 还差点因为陪她 而被开除 玉梅挣的钱 几乎都花在了阿新身上 因为这样 阿新发誓 以后要给玉梅一个好生活 可逐渐的 两人之间的爱 变了味道 因为她爱我 所以不许我与任何人交往 但是不正常 甚至一个眼神 就因为这样 我为了避嫌疑 没有再交任何的朋友 断绝了所有的关系 不管男的还是女的 本以为结婚后 情况会好一些 可玉梅反而变本家里 直接将她囚禁在了家中 小如听了有些吃惊 原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幸福 她问阿新 如果玉梅突然回来了 你怎么办 阿新没有回答 突然起身离开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阿新突然听到了 玉梅的声音 在梦中看到玉梅 阿新不仅没有表现得十分激动 反而十分害怕 不断阻止着玉梅走到她的身边 难不成 玉梅的消失跟阿新有关吗 很快 阿新从噩梦中醒来了 文秀知道她又做噩梦了 自从结婚以来 阿新就没睡过什么好觉 她起床来到客厅 回忆着自己和玉梅的一切 等她反应过来后 天已经亮了 阿新翻箱倒柜地 找出了一串钥匙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一个房子 这里是她跟玉梅生活过的房子 也是曾经囚禁她的房子 看着墙上的婚纱照 阿新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时候 两人的感情是那么好 为何会走到 无法回头的这一步呢 与此同时 文秀将阿新这几天的反常 告诉给了同事 同事觉得 他会不会是有了外遇 这让文秀也觉得有些奇怪 难不成 阿新真的有外遇了吗 回到家后 他开始质问阿新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瞒你什么了 你真莫名其妙 算了 我在外面奔波了一天 家里是休息地方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你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家里电话也不装 我不装电话 我不装电话的原因 是因为会破坏我们的生活 你知道吗 这句话 阿新确实没有说谎 他跟玉梅的生活 正是一通电话破坏的 之前玉梅 对他做过的所有事情 都成为了阿新心中的阴影 特别是当时 玉梅怀疑他 跟那个女人有问题 污蔑 成了阿新的逆临 此日阿新似乎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他做了一大桌子菜 向文秀道歉 昨天是他不好 不应该发脾气 文秀是个好妻子 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早就原谅阿新了 阿新还带他 到游乐园玩 这是两人结婚以来 第一次过二人世界 幸福平静的生活 还没过几天 又被一个人给打破了 这天 小儒的男友阿海要租房子 可惜房东 已经把房子租出去了 正当阿海可惜的时候 房东告诉他 隔壁的房子没人住 房东是叫阿新 在学校当体育老师 阿海一听 这不是女友调查的男人吗 随后将这件事情 告诉给了小儒 我已经够乱的了 难道你要差一脚 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音 今天物浴的一些事 完全可以把你的结论推翻 为了搞清楚一切 两人找到了文秀 询问他房子的事情 可文秀根本不知道 这套房子的事情 难不成阿新 真的在外面有人了吗 阿新回到家后 却发现文秀一直躲着他 他一脸懵逼 发生什么事了 妻子怎么突然不搭理自己了 一问才知道 妻子知道房子的事情了 还以为他在外面养小三 阿新赶紧解释说 这是他跟前妻的房子 想留个纪念 文秀不相信 他趁着阿新睡觉时 偷走了钥匙 一个人来到了房子中 里面确实 如阿新所说 没有任何人 墙上挂着 他跟玉梅的结婚照 这时候一个铁箱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箱子被锁上了 他用过所有钥匙 也没能打开箱子 就没放在心上 但是他没注意到 箱子上面的血迹 另一边 阿新发现 自己钥匙不见了 立马来到文秀工作的地方 将钥匙要了回来 赶紧回到房子里 查看情况 他打开那个铁箱子 里面是一个带血的口袋 就在这时 小如两人来到了这里 看到阿新在这里 他们提出想要租房子 这让两人很纳闷 不租就不租嘛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 两人正准备离开 却被阿新从身后打晕了 阿新不仅是个体育老师 他连续两届 获得过武术冠军 打孕一个人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之后阿新回到了家 面对文秀的热情 他丝毫没有在意 一股脑钻进了卫生间 用凉水 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脸 似乎想通了什么 出来后 拉着文秀就要走 阿新拉着文秀来到了房子中 此时的他完全变了个人 变得十分疯狂 说完 他拿起锤子 将铁箱子打开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带血的袋子 这就是他的秘密 原来玉梅并不是失踪了 而是被阿新给杀了 那晚阿新喝了个闽丁大醉 回家后就扑到了玉梅身上 面对一身酒气的阿新 玉梅十分嫌弃 一把将他推开 想到客厅去睡 可阿新一直不依不饶 玉梅受不了了 拿出刀来威胁他 但此时的阿新喝醉了 上次这样威胁还有点用 这次完全没用了 两人在争执的过程中 阿新不小心用刀刺向了玉梅 就这样玉梅丢了性命 而醉酒的阿新完全没反应过来 趴在玉梅身上睡着了 等他醒来后 一切都晚了 这次意外让阿新心里的阴影更大了 他谎称 玉梅失踪了 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走出阴影 将文秀取回了家中 这件事也慢慢沉了下去 可小如又将自己的往事提了起来 导致阿新变得疯疯癫癫的 你怎么傻瓜 你真以为我是一个傻子 你真以为我是个傻子 就在阿新想杀害文秀时 小如两人赶了过来 救下了文秀 可阿新毕竟是武术冠军 阿海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三人要惨遭毒手的时候 文秀趁他不注意将阿新杂运了 同时也将事情的经过 告诉给了小如两人 这根本不是什么爱情故事 而是一场悲剧 次日警方将阿新带走了 虽然他被捕 即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但是阿新十分开心 整整折磨了他 三年的心魔 在此刻烟消云散 爱情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 两个人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这样就足够了 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爱会让人产生对对方的控制欲 如果这个欲望太强大 对方感受到的不是你的爱 而是一种折磨 这个女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墙后 准备方便方便 突然他听到了什么动静 顺着动静 女人慢慢走了过去 眼前的景象 却差点将他下个半死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此日警方接到报案 有人在小树林中发现了一具女尸 刑警队长河队很快来到了现场 死者正是昨晚受到惊吓的女人 她身体赤裸 衣服也被撕成了碎片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死者应该是遭受过性侵后被杀害 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初步尸检 河队来到一旁询问报警人 报警的是一名男子 据他所说 他砍完柴后正准备回家 儿子突然跑过来说 树林中有个人睡着了 男子以为儿子在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会有人在树林里睡觉呢 可儿子坚持说 有人睡着了还是个女人 这让男子觉得不太对 走过去一看 这哪是睡着啊 明明是遇害了 就赶紧报了警 在现场除了死者和一些破碎的义务外 河队还发现了一个编织带 上面写着H33 应该是用来做标记的编号 袋子中还有一些米糠 这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呢 但现在任何想法都只是猜测 最重要的是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河队让助手小刘去附近的镇子调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查到死者的身份 小刘刚走 马所长来了 他告诉河队 死者的衣物都找到了 但他的内衣却不见了 看来这个凶手还是个喜欢偷内衣的变态 很快小刘就有了发现 村里的一个男人说他认识死者 早上警员们在调查的时候 男人路过看了会儿热闹 突然发现死者怎么这么脸熟呢 仔细一想 好像是四娘家的张二妹 但因为不经常来往 叫什么名字他就不清楚了 听说他驾到了四水镇 一个开游房的男人 根据这条线索 河队来到了四水镇 找到了开游房的林坤 此时的他正在打牌 听到有人找他 他还挺横 去不去可由不得他 河队一把就将他提了起来 直接带到了排出所 另一边小刘来到他家调查 发现了他跟妻子的合照 而死者正是他的妻子 但是照片上的林坤被剪掉了 妻子那边也被刀狠狠地划了几道痕迹 看来这对夫妻的关系不怎么样啊 审讯室内林坤这时 才知道自己妻子遇害了 他的妻子叫张宇 本来以为他回了娘家 林坤就没太在意 今天上午他去岳父家找妻子 可岳父却说他妻子根本没有回来 他本来想去找妻子 但有个牌局在等着他 他就去打牌了 直到河队找到他 告诉他妻子遇害了 小刘问他跟妻子的感情怎么样 林坤说两人夫妻感情很好 这明显是在撒谎 感情好 能把合照剪成这个样子 见谎言被戳穿 林坤说了实话 那晚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什么也没说 就准备骑车离开 林坤赶紧拦下他 问他要去干什么 妻子说要去加夜班 林坤早就打听过了 妻子的工厂根本不加班 鬼才知道他加班加到哪去了 可妻子根本不在乎这些 骂着林坤无能离开了 他才一气之下毁了合照 得知死者是骑自行车离开的 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车辆 于是河队沿着路边寻找 终于找到了那辆自行车 上面还有指纹 他赶紧让马所长提取下来 随后又询问了那天 跟他打牌的牌友 得知林坤在晚上11点就离开了 小刘则来到了张宇的工厂 想工由小丽打听他的情况 小丽告诉小刘 他们根本不加班 更别说加夜班了 张宇之所以那么说 肯定是在骗林坤 那天他给老板送报告 但老板并不在办公室 离开时小丽发现 厕所里有两人正在护肯 小丽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 正准备离开老板从厕所走了出来 让他把瓶子拿出去 扔完瓶子后 小丽偷偷地看了眼办公室 发现张宇从里面走了出来 事情很明显了 张宇和老板肯定有啥事 老板的名字叫郝小康 小丽还告诉小刘 张宇说过林坤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心里有些扭曲 可以说是变态 有了这些线索 核对猜测凶手很可能就是林坤 那晚他打完牌后 在路上堵住了张宇 因为他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一气之下杀死了他 面对核对的猜想 林坤是异口否认 他怎么可能会杀害自己的老婆 可张宇遇害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12点 林坤11点打完牌 有足够的时间去路上堵张宇并杀害他 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 林坤终于说出那晚他去干啥了 打完牌后林坤来到了一家药店 买了一些违禁品 根本没有杀人的时间 随后他带着核对来到了药店 一举摧毁了这个违禁品售买窝点 经过审问林坤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 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调查杀人案还有一晚收获 捣毁了一个违禁品窝点 这不不亏 但杀人案还是没有丝毫头绪 就在这时一位女生报案说自己被猥亵了 核对对现场调查后 发现了跟杀人案一模一样的编织袋 这两起案子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他赶紧询问女生凶手长什么样子 女生说当时凶手带着头套 他并不知道长相 年龄好像是在40岁左右 浑身散发着酒气 单凭这几点也无法寻找凶手 核对把目标放在了工厂老板郝小康身上 经过调查 他跟KTV的老板很熟 于是林队找到了KTV老板询问 老板告诉他 郝小康这段时间没来过 去哪了 他也不知道 让核对去金河小区看看 他在那里有一套房子 很快核对就来到了郝小康家 但是开门的不是他 而是一个自称是他妻子的女人 核对并没有表明自己警察的身份 说自己是来谈生意的 以免打草惊蛇 一听有大生意 妻子赶紧给郝小康打去了电话 一波三折后 核对终于见到了这个好老板 这时候也不怕他逃跑了 核对亮出身份 将他带回了警局 看到郝小康的身材和年龄 跟女生描述的差不多 核对对他的犯罪事实 进行了猜想 那晚张瑜把他约出来 跟他谈论 什么时候离婚取他的事 谈着谈着就变成了争执 张瑜威胁他 如果不离婚取他 那么就把两人的丑事曝光 郝小康一听 瞬间气上心头 直接动手 掐死了张瑜 面对核对的猜测 郝小康大喊冤枉 自己根本没杀人 那天晚上自己在家睡觉呢 这种谎言怎么可能骗得了核对 他早就调查过了 最近这几天他根本不在家 去了哪儿没人知道 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谎言被戳破 郝小康还得乖乖地将实话说出来 那天晚上他在酒店 那晚他本来想约张瑜出来玩 可半路上遇到了小红 老百哥哥 这么快就认不到人了说 咋不认识呢 你不就是那小是吧 对了 小红对不对 老百哥哥最近还是好嘛 过目不忘 那老百哥哥今天晚上 又不得啥子给他拍呢 您看 巧的不是 你这一来啊 哥哥就没事了 就这样 两人去了酒店玩耍 为了证明郝小康的话 小刘经过多天蹲守 终于找到了他口中的小红 小红证实了 郝小康那天 确实跟自己在宾馆 这时 小刘发现 他的包不是自己的 里面的名片 是个叫何彦的人 再三追问下 小红说 是个叫三哥的人 送给他的 但他的真名就不知道了 大家都叫他三哥 自己也跟着叫了 三哥这么喜欢 有啥东西都会给你的 这个包包是真皮的 就送给你了 本来以为是个简单的盗窃案 小刘却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消息 这个三哥说 他曾搞到一辆自行车 因为车辆坏了 就给扔了 而死者的自行车 并不在案发现场 而是在路边的沟里 难不成 这个三哥跟杀人案有关 小刘叫来了河队 两人一起审问他 关于三哥的消息 但小红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跟三哥根本不熟 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有次三哥在电话里说过 要回西河吧 他的老家 很可能在那边 三哥的脸上 还有块疤 案子总算有些头绪了 三人来到饭馆吃饭 可河队根本没有胃口 他一直在思考案子的事情 现场发现的袋子里有米糠 一般家里出的米碎米比较多 但是袋子里的米碎米很少 一看就是从加工厂里出来的 他让小刘 明天去西河坝调查三哥的事情 自己去调查编织袋的来源 次日小刘就来到了西河吧 到处打听三哥的消息 但村里三个孩子的人家太多了 一个个查起来太麻烦了 这时 他想起来三哥脸上有到疤 一位大妈告诉他 只有拱麻子家的老三脸上有疤 他们要找的应该就是他 很快小刘就带着马所长来到了拱麻子家 可拱老三并不在家 拱麻子告诉马所长 自己儿子去城里好久没回来了 去干嘛了 自己就不知道了 马所长问他 上礼拜四 也就是案发那天拱老三在不在家 拱麻子想了一会儿 确定儿子不在家 听到这个消息 小刘觉得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拱老三 经过多方打听 小刘得知拱老三整天在车站 搞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还经常出入一家塑料店 于是就在车站进行蹲守 果然发现了拱老三 他们合伙偷了一名乘客的钱包 然后来到了塑料店分赃 就在这时 小刘带着警员冲了进来 拱老三见警察来了 还理直气壮地说 自己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 那你手里的手机哪来的 人赃巨货 拱老三也没了借口 被带回了警局 另一边 河队走访了多家加工厂 终于找到了袋子的出处 可加工厂里的袋子都是一个样的 而且十几年来 一直没变过 要想找到卖给谁了 那难度简直如同大海捞针 这时候 河队想起了袋子上的编号 他将账片拿给老板看 老板说 H是金水镇的代号 但33号 具体卖给哪一家 他还需要查一下档案 经过调查 河队来到了一家小卖部 当初的米康 就是卖给了这家 可当河队 问老人米康的下落 老人却急不配合 听了老人的话 河队苦笑着摇了摇头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交谈 可换来的却是疏远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警察 看到警察证 老人吞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乖乖地将米康的去向 告诉了河队 随后河队找到了购买米康的薛木匠 从他口中得知 米康他已经用了 但袋子卖给了金水镇的李大姐 河队问他 能不能认出这个李大姐 薛七说能 于是跟着河队前往了金水镇 在吃饭的时候 薛七认出了李大姐 河队赶紧跟着他来到了家中 疑问才得知 袋子被人偷走了 那天他买了袋子回来后 跟老板汇报情况 因为太着急 电动车的钥匙没拔下来 不到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车和袋子都不见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查到了编织带的线索 到这里又断了 河队询问了电动车的车牌号后 失望地带人回去了 刚回到警局 小刘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自己抓到了三哥 河队立马对他进行了审问 龚老三说自己只不过是小偷小摸 杀人这种事情 他没那个胆子干 警察真是太高看他了 既然不是你干的 那么你说说 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龚老三说自己在家 这是河队第三次听到这个谎言了 如果你真的在家的话 河队会把你请到审讯室来喝茶吗 最终龚老三还是交代了事实 那晚他正在偷东西 小红的包就是哪天他偷来的 河队问他自行车是怎么回事 上面有你的指纹 龚老三说自行车的确是他在路边捡的 本来想去卖个好价钱 可是听说检测的地方发生了命案 为了避免引火烧身 他就将自行车扔到了路边的沟里 可没想到警方还是查到了他的头上 就在警方调查龚老三的话 是不是真的时 他们又接到了一起报案 一个独自在家的小女孩 遭到了一个男人的猥亵 这次男人并没有带头逃 在小女孩的描述下 警方画下了前人的画像 小女孩确定就是这个人 这下终于有这个混蛋的线索了 河队拿着画像到处询问 终于从一个男人口中得知 他是马子坡的猪瘸子 河队赶到马子坡寻找这个猪瘸子 房东告诉河队他早就搬走了 还欠了自己三个月的房租没给 房东还说在搬走前 他因为耍流氓被派出所拘留过 河队又来到了派出所 终于得到了这个猪瘸子的详细信息 猪瘸子原名猪光耀是似水镇人 这时河队突然想起 当时在找林坤的时候 这个猪光耀就在一旁 他跟林坤是牌友 那么应该认识张宇 而且他因为违宪女性 被警察抓过好多次 这个猪光耀有重大作案嫌疑 河队带人来到他家中调查 此时的猪光耀并不在家 河队在寻找后 发现了被偷走的编织袋 上面的编号正是H33 跟现场发现的一模一样 小刘这边也有了发现 在他的床上发现了女性哪一 很可能是张宇的 马所长也有了发现 他们在院子后面 找到了被偷的电动车 看了下车牌 正是李大姐丢的那辆 现在证据确凿 凶手就是他没跑了 河队下令 立刻封锁车站和码头 绝不能让这个杀人犯跑了 就在大家寻找朱光耀的下落时 他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一个女人报警 说自己被抢劫猥亵了 小刘拿出朱光耀的账片 女人说就是他 他还威胁自己 明天在戏台上 放一万块钱 不然就杀了自己 女人在左思右想后 选择了报警 河队让他不要慌张 就按照朱光耀说的做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了 河队带人在戏台对面 租了间房子 方便他们观察 晚上 女人将钱放到了戏台上 河队等人 就在对面的窗户后监视 很快 朱光耀就出现了 但因为灯光太暗 河队不敢保证 那就是朱光耀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决定 等朱光耀拿钱的时候再动手 这个朱光耀狡猾得很 这晚 他并没有将钱拿走 看了几眼后 就离开了 警员们就这样守了一夜 次日凌晨困得都不行了 这时候 狡猾的朱光耀又出现了 他准备动手 将钱拿走 河队看到后 立刻下令逮捕 看到警察来了 朱光耀 把腿就跑 这里的巷子 复杂得很 朱光耀 对这里很熟悉 可警员们就陌生了 凭借这一点 朱光耀 成功甩掉了警察 河队见人追丢了 便对周围 进行了搜查 突然发现了一名 被绑在铁栏上的女孩 此时的女孩 已经没有了呼吸 河队让人解开绳子 正当他懊悔 没能抓到 朱光耀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阵瓦碎声 原来 朱光耀在逃跑时 不小心摔倒了 就这样 被警方逮捕了 被抓后 朱光耀 否认自己 杀人的事实 喊着自己是无辜的 自己 只不过是偷了辆电动车 根本没杀人 河队默默地 看着他演戏 等他演完了 将证据拿了出来 看看这些 熟悉吧 他怎么就跑到你们家去了 再看看这个 这是在你们家床上 汲取的毛发DNA结论 你知道这能证明什么吗 证明受害人体内提取的分泌物 百分之一百是你朱光耀的 这个不是什么人可以随便说说的 这是科学做出的结论 如今证据血凿 朱光耀也终于承认了犯罪事实 那晚 张宇发现了 他绑架的女孩 就是被绑在铁栏上的女孩 不禁吓了一大跳 当时手机还不普遍 他赶紧骑着车去报警 半路遇到了朱光耀 他是林坤的牌友 张宇自然认识他 想都没想将自己看到的事 告诉给了他 殊不知 这个女孩正是朱光耀绑来的 他怎么可能让张宇去报警 于是 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杀害了 案子到这里就清楚了 朱光耀将会为他的行为 付出法律的代价 同时谈书 要提醒女性朋友们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特别是小女孩 一个人在家 千万别给陌生人开门 这个男人是个赌徒 因为打麻将没钱了 正在向麻将馆老板借钱 男人高兴地一把借过钱 这下不但有钱打牌 后面还有美女相拥 这小日子好不快活 突然外面响起了令他头痛的声音 吓得他赶紧从后门逃跑 男人名叫黄天茅 适度成行 天天就知道打麻将 这波妻子小霞正劝他 为了家和孩子别赌了 可一个不留神 他又溜进去打麻将了 小霞的肺简直要被他给气炸了 带着儿子东东就冲到了麻将馆 小霞在门前大喊 一听到要报警 打麻将的人赶紧从后门逃走了 黄天茅也紧跟着离开 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叫住了他 他抬头一看 是自己的儿子东东 小霞专门让他在后门赌爸爸 可他算错了一件事 黄天茅虽然爱打麻将 整天不干正事 可他却是一个好爸爸 东东很喜欢他 也凭借这点 黄天茅三言两语 就把儿子给搞定了 前门这边王小凤打开了门 小霞赶紧让他把黄天茅交出来 但小凤却说人不在这 看着他得意的模样 小霞不想跟他吵 于是跑到后门去 看看儿子有没有逮住他 殊不知儿子已经被收买 放走了嫌疑人 小霞只好拉着儿子回家了 到了晚上 一个陌生人突然到访 询问黄天茅再没在家 小霞虽然不认识他 但他也大概明白 男人是来干什么的 果不其然 男人是来要债的 黄天茅欠了他五千块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 但这个数字也让小霞吓了一跳 就在这时儿子东东拿着十块钱走了过来 小霞问他 哪来的钱 东东说是爸爸给的 小霞这才明白 白天为什么没有抓到黄天茅 可想到自己的家庭情况 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的收入 还有个孩子要养 小霞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 他求大哥给他点时间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凑齐 大哥也知道他的无奈 便回去了 之前为了儿子 小霞一直原谅黄天茅 可现在他忍不了了 随后拨通了报警电话 让警察来制止黄天茅 可让小霞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本来想带着警察来抓赌博 却没想到成了抓奸现场 看着黄天茅脸上的口红印 小霞的内心当场崩溃 对着黄天茅就是一顿乱打 却被小凤给一把推开 气愤了小霞让警察赶紧抓走两人 但警察也束手无策 本来是来抓赌的 现在成了家务事 他们也没法管 小霞得意的告诉小霞 我告诉你母爷差 我跟你老婆俩不是我勾引她 是相不欣勇动的 你看看你这模样 谁会喜欢你这样的托付 这句话自此诛心 伤心的小霞决定跟黄天茅离婚 随后跑了出去 回家的路上 他想起了当初自己不顾家人反对 就是要嫁给黄天茅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真应该听父母的话 不应该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黄天茅的出轨让她彻底绝望 第二天就跟她办理了离婚 自打小霞离婚后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单位 大家都在背后对她议论纷纷 儿子东东也被熊孩子欺负 说他是个没有爸爸的野孩子 还被他们给推倒了 幸好张成老师十分关心东东 将他送回了家 听说东东经常帮妈妈赶家务 张老师表扬了他 这时小霞回来了 看到儿子手受伤了 赶紧询问 张老师告诉他是不小心跌倒摔的 并没有说是被欺负的 小霞很感谢张老师留下他吃晚饭 看着小霞和东东幸福的母子生活 张老师心里面很开心 也逐渐地对小霞产生了其他感情 另一边 黄天茅和小凤的日子 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可黄天茅天天除了打麻将 啥也不干 这段时间来小凤已经帮他还了两三万的债务 自己再有钱也经不住他这样造 而且黄天茅不干正事 也让小凤感到了厌烦 同时他又找了一个新男友 给了黄天茅五千块劳苦费 决定抛弃他 听了小凤的话 黄天茅把钱放下 随后拿着钱转身离开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时间 只不过伤心的人成了黄天茅 被抛弃后 他才想起来小霞的好 想起来自己的儿子 此刻的他仿佛突然醒悟 他悄悄来到了小霞家 敲了敲玻璃 儿子东东立马探出了小脑袋 看到是爸爸来了 十分高兴 这段时间来 父子俩经常以这种方式见面 看到儿子手受伤了 黄天茅十分心疼 接着他拿出了小凤给的五千块 塞给了儿子 嘱咐他 要是家里面需要钱 就拿出来 这时听到小霞进来了 黄天茅赶紧躲到了一旁 这天张老师正在吃泡面 因为自己不会做饭 只能连累母亲也跟着吃泡面 虽然母亲不在意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母亲劝他赶紧找个媳妇 好让自己想想福 小张赶紧敷衍了一下 这时 他的青梅竹马 失惠来了 还端来了一盘香喷喷的 梅菜扣肉 张妈对他的评价很高 从失惠的行为来看 他也很喜欢小张 说着说着 两人聊起了小霞 离婚的事情 这让小张有些不高兴了 妈 你也少说两句好不好 人理解怎么你们了 你们就这么说他 人理解带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现在东东吃饱串的过得特别好 你也是 少一下那我来跟我妈说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们这东西嘴巴西嘴巴的 人家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人家虐待孩子呢 被奚落了一顿 失惠有些委屈的回去了 张妈教训儿子 不该这样对失惠说话 还撮合儿子跟失惠 可小张心里面 有小霞了 完全听不进去 另一边 小凤居然把小霞约了出来 他是来跟小霞道歉的 自己已经跟黄天茂分手了 还自豪地告诉小霞 自己怀孕了 和男朋友住在一个高档小区 他看黄天茂和小霞十分合适 还选他和黄天茂复合 虽然是好心 但小凤显然是不会道歉的 这明摆着是跟小霞来炫耀 还忘不了奚落他一顿 说着说着 两人就吵了起来 听说小霞家的热水器坏了 小张一看机会来了 于是来到小霞家修热水器 热水器是修好了 不过自己也被淋了一身水 就在这时小霞接到了一通电话 得知黄天茂受伤住院了 虽然离婚了 但他好歹也是东东的爸爸 于是三人赶紧去医院看他 黄天茂看到了一旁的小张 便问儿子他是谁 得知小张对小霞和东东很好 作为男人 他也明白小张的意思了 因为黄天茂腿受伤了 行动不便 晚上需要有个人来照顾 东东想让妈妈来照顾爸爸 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这两人的关系却很尴尬 小张主动提议自己来 正好自己明天也没课 虽然有些不太好 但这也是最好的办法 就在这时 东东偷偷地将那五千块 塞到了爸爸的枕头下 小霞母子俩走后 两个老爷们展开了对线 黄天茂觉得他和小霞不合适 但小张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只要能带给小霞幸福 就足够了 见气氛有些尴尬 小张以打水为由出去了 这时黄天茂看到了枕头下的钱 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几天过去了 黄天茂可以自己行动了 可他却在医院里遇到了 最不想见到的人 小凤 见到老熟人 小凤开始 引阳怪气起来 黄天茂 你这脚怎么了呀 别走啊 你该不会是欠别人钱 被打瘸了吧 黄天茂根本不想搭理他 但被人这样侮辱一顿 他的心里面自然也不好受 但他强忍着把情绪压了回去 这天 小张把东东送到了医院 自己则主动打扫起尾声来 小霞回来后赶紧让他歇着 看到小张对自己这么好 他大概也能明白小张的意思 但他觉得自己和小张真的不合适 让他以后少来自己家 这时小张再也憋不住自己的心意 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但小霞却拒绝了他 虽然没有明说出来 小张心里面也清楚 他对自己没有那种情感 伤心的离开了 施惠早就发觉了小张的不对劲 今天跟过来才知道 原来他喜欢小霞 于是找上门来跟他大吵了一架 让他不准勾引小张 小张是自己的 两人吵架的场面 让回家的东东看到了 他最讨厌妈妈吵架 一扭头就跑没影了 到了晚上 小霞见东东没回家 发了疯似的在外面寻找 可到处都没有见到儿子的踪影 绝望的小霞哭了出来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小张 于是给他打句电话 他说东东很可能在医院 两人赶紧往医院赶去 果不其然 东东真的在这里 着急的小霞 拉住东东就要打他 黄天茂质问他 大晚上的东东 为什么会跑来找自己 你们两个究竟干了什么 面对他的怀疑 小霞很是生气 这句话彻底伤碎了小张的心 也从这一刻开始 他对小霞的幻想也破灭了 回到家后 东东开始发起了脾气 他就想跟爸爸在一起 不想让张老师做自己的爸爸 听了儿子的话 小霞抱着他 哭了起来 夫妻俩打架发脾气 受伤的永远都是孩子 为了儿子 小霞决定重新接纳黄天茂 次日东东跑到医院 把妈妈的决定告诉了爸爸 几天后 小霞把出院的黄天茂 接回了家 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 气氛却十分尴尬 东东让爸爸给妈妈夹肉 还让爸爸妈妈睡在一起 不然自己就不去上学 好家伙 人小心眼子挺多的 家庭和母全考东东 门外的小张看到了和谐的一家三口 彻底放弃了小霞 决定跟师惠在一起 可他们中间的那根刺 迟迟不能拔掉 黄天茂也明白 自己之前多么的混蛋 于是盘下了一家店 开了个麻将馆 因为之前就喜欢打麻将 认识的牌友也很多 黄天茂的麻将馆生意很好 这天 小张和师惠来了 他们是来给小霞送情帖了 两人就要结婚了 黄天茂恭喜了两人 然后邀请他们 在自己店里玩 很快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黄天茂的麻将馆 足足赚了八千块 照这样下去 很快就能换个大房子了 趁着这个气氛 黄天茂向小霞道了歉 之前自己一无是处 给家里造成了伤害 但现在自己已经改过自信了 他想跟小霞重新开始 紧接着 黄天茂拉住了他的手 想要吻上去 却被小霞一把正脱开 本以为两人的生活会步入正轨 日子可以重新开始 但命运总是那么捉弄人 因为开麻将馆太累了 黄天茂想放松一下 于是来到西角城西角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给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居然是小凤 两个人四目相对都看傻了 一问才知道 小凤被那个男人给骗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 更不是什么有钱人 这一切都是男人骗他的 所谓的豪宅 其实是他租的别人的房子 自己的钱也被男人骗走了 就连孩子也被别的女人给抱走了 现在的小凤一无所有 只好干起了老本行 听了小凤的遭遇 黄天茂很可怜他 伸出手去 安慰了他一下 就在这时 小凤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可被伤过的心 怎么可能还会爱他 更何况 黄天茂已经和小霞 重新开始生活了 见黄天茂不准备管自己 小凤一把推倒了他 但黄天茂明显已经不吃这套了 推开了小凤 气愤地离开了 可他却忘记拿走自己的外套 就因为这件事 让小霞对他产生了误会 黄天茂麻将馆的生意红火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不仅可以打麻将 而且到了饭点还管饭 这让很多打起麻将来 顾不上吃饭的人 很喜欢这里 客人们纷纷夸赞手艺不错 饭菜好吃 小张和师惠 每到周末都会来这里蹭饭 结婚后连火都没开过 当初见面 还有些剑拔弩张的小张 和黄天茂两人 现在就跟亲兄弟一样 就在大家聊得正欢时 小凤来了 他还穿着以前华贵的衣服 如果别人不说 肯定不会有人知道 他落魄了 就在这时小霞来了 看到小凤来给黄天茂送衣服 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小凤看到主角来了 开始跟黄天茂说起情话 这下就算黄天茂有一万张嘴 也解释不清楚了 一旁的小张看不下去了 黄小凤 他们现在已经和好了 而且过得很幸福 请你不要再插手他们的生活 哟 小兄弟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很幸福呢 难不成 你们俩有一肚子吗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 你啊 小凤这算是开了地图炮了 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黄天茂把小霞拉到了外面 跟他解释 那天他去西角城 意外遇到了小凤 衣服才落在那的 可小霞根本就不相信 小凤回去上班 更何况是在西角城上班 见小霞根本不信自己的话 黄天茂生气地离开了 马奖桌上 小凤问男人 要到了师惠的手机号 将小张发给他的短信 转发给了师惠 看到自己的丈夫 居然还在帮着小霞说话 心里面肯定还在想着他 小张只不过解释了几句 就被师惠给赶了出去 小凤的再次出现 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让黄天茂和小霞的关系 再次危险起来 为了不让他 再次破坏自己的家庭 黄天茂将他约了出来 想要把话都说清楚 可没想到 两人见面的场景 被师惠给看到了 还用手机拍了下来 听得到两人对话的 知道他们是在谈话 可听不到的人 这完全就是在约会 秉承着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 他将照片发给了小霞 看到黄天茂和小凤在一起 小霞愣住了 没想到黄天茂还是以前那样 另一边往回走的黄天茂 差点被车撞到 女司机很是嚣张 骂了他一顿 这时小凤跟了上来 看到女司机的模样 这不就是当初 抱走他孩子的女人吗 他立马冲上去 求黄天茂拦住这个女人 是啊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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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追他 就是他 想到我孩子 这个时候 小霞给他打来了电话 听到电话里 传来了小凤的声音 黄天茂也很着急的 挂断了电话 明白照片是真的 小霞坐在楼梯上 绝望的痛哭了起来 黄天茂两人跟着女人 来到了一个小区 却被门卫拦了下来 看着自己孩子 越来越远 小凤着急死了 没办法 两人只好在小区外等着 因为照片的事情 小霞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倒水的时候 不小心把手烫到了 小张看到了 赶紧上去关心他 这让诗会的醋坛子翻了 上去分开了两人 说完便拿出了手机 向大家展示 黄天茂和小凤的照片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小张把他拉走了 而小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默默地站在那里 小凤这边这一等 就到了晚上 终于见女人抱着孩子出来了 小凤一马当先冲了上去 跟女人抢起了孩子 因为用力过大 小凤抢过孩子的同时 自己也摔倒了 当场晕了过去 孩子也被女人给抱走了 黄天茂赶紧把小凤送去医院 麻将馆里 小张正在教训着失会 小霞走到了两人身旁 他不想让小张两人 走自己的老路 度过一段悲剧的婚姻 家庭的破碎 对孩子来说伤害太大了 小霞深有体会 为了孩子 他会继续和黄天茂在一起 其实两人之间的矛盾 只需要一番心理化 就可以解开 小霞的真心 最终打动了失会 三个人的矛盾 在此刻化解 两人走后 小霞接到了黄天茂的电话 将小凤的事情告诉给了他 他赶紧去了医院 小凤醒来后 突然在走廊上 发现了那个骗子 他立马冲上去 向他们要孩子 双方的打闹 最终招来了警察 小凤向警察哭诉 孩子是自己的 并将自己被骗的事情 说了出来 黄天茂也能够证明 孩子是小凤的 可骗子也是孩子的生父 而且能够给他更好的生活 说小凤只不过是西角妹 没有什么出息 最终 为了孩子的未来 小凤主动放弃了抚养权 选择了回乡生活 黄天茂和小霞的误会 也解开了 小霞答应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两个人重新开始 俗话说得好 浪子回头金不换 黄天茂在经历过 被抛弃后 大车大雾 明白了谁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 他曾经的所作所为 深深地伤害了小霞的心 让他变得 不再相信黄天茂 而他和小张的关系 也让诗会对他抱有敌意 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误会 可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孩子 孩子是一个家的关键 父母就像是保护孩子的房子 房子塌了 对孩子的伤害最大 这个小女孩正在上学的路上 突然一辆车从他身后 快速驶过 开车的男人 似乎很不好意思 倒回来给女孩道歉 想要送他回家换衣服 女孩再三推辞 可男人说自己是好人 女孩最终同意 坐上了男人的车 次日医院里来了一名紧接的病人 正是这名小女孩 周队接到报案 又发现一起 女学生被害案 这已经是两个月里第三期了 当周队得知 女孩还活着的时候 他赶紧让雨量好家去医院 医生可不会特地给你保留证据的 现场长露发现了一枚商标 推测有可能是女孩反抗时 从凶手身上扯下的 正当长露觉得案子有突破的时候 周队发现了女孩的书包 而商标正是书包上的 这让他有些失落 跟前两起案子一样 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江队告诉周队 女孩名叫杨露瑶 母亲去世 父亲在守边江 家中只有一个七十多岁 患有心脏病的奶奶 这让长露十分难受 周队也很难受 他告诉伙计们 就算挖第三尺 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挖出来 另一边 好家两人赶紧来到了医院 可是护士长不允许他们进去 毕竟是在手术不能出一点乱子 在好家苦求下 护士长答应了让他进去 手术室里医生正在给女孩缝合伤口 好家问医生要了犯人的体液 又在女孩衣服下提取到了一些头皮血 因为两人不知道头皮血是死的还是活的 于是抓紧时间赶回警局 周队这边正在去女孩家的路上 他让江队赶紧给电视台报社打电话 在破案之前不要把这件事报道出去 来到女孩家楼下班主任早就等在这里了 在班主任的帮助下 长路假扮较为主任来到了女孩的家中 奶奶看到班主任来了赶紧请了进去 为了不让老人担心 两个人编造了一个谎言 告诉老人女孩去上海参加奥数比赛了 要过短时间才能回来 老人十分高兴 自己孙女太有出息了 警局中柳局将三个重案组全都叫了过来 就是为了用最快的时间破案 这个案子的性质太恶劣了 遇害的都是十三四岁的女孩 随后他将案子的资料分给大家 一个小时后召开分析会 这时好家赶了回来 他赶紧叫走 正在开会的范高 将头皮屑交给他检验 经过检验 范高带来了好消息 头皮屑是活的 而且不是女孩的 可以提取到犯人的DNA 这颗高兴换了两人 周队走过来打断了他们 他让范高继续调查头皮屑 让好家带几名武警去医院保护女孩 以防凶手杀人灭口 自己和雨亮去参加分析会 一名警员提议 让女孩说出凶犯的长相 然后通过数据库 比对锁定一部分人 再逐个调查 这个方法遭到了周队的反对 女孩现在还在重度昏迷 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还难说 又有一名警员提出建议 用警犬来帮助破案 这个方法被雨亮否决了 之前他们也用过 但是没有效果 一名警员问 有没有提取到罪犯的经验 周队告诉他没有 只提取到了唾液 这名警员觉得 凶手会不会性功能有障碍 以受害人的伤口来看 是被人掐或者咬的 根据资料 性功能有障碍的人 是无法通过生殖器来高潮的 只能通过掐或者咬 让自己获得快感 所以他认为凶手 很可能是个阳尾 柳决听了认为很有道理 他让大家明早拿出一份最佳方案 就在大家努力寻找嫌疑人时 一家无良报社 将女孩的事情报道了出去 还印在了头版头条 女孩的奶奶正准备出门买菜 听到邻居们在议论这件事 便好奇的上去问 当他看到 遇害的女孩是自己孙女后 当场就昏了过去 你肯定没有见过这样的父亲 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去做诱饵 引诱罪犯上钩 而且这名父亲还是个警察 次日柳决来到周队这里 却没看到他人 一问才知道 他去接自己女儿了 这让柳决十分生气 他告诉长路等人 赶紧打电话让周队回来 不然就等着吃处分吧 柳决走后 长路赶紧给周队打电话 此时的周队正带着女儿往回走 听到柳决发脾气了 他也丝毫不慌 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最佳方案 在大家忙着破案时 一名身穿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叫姓志远 是一名记者 同时也是那位 报道女孩案件的记者 他这次来 是想要案子的最新进展 长路正要请他出去 他居然要去投诉警队 这下子长路的火 瞬间就上来了 你们这种人的良心 都让狗给吃了 你是什么好东西 让你们暂时别发这条新闻 别发这条新闻 可是你们呢 登的那个欢 还头版头条 你们知道吗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杨鲁瑶的老奶奶 跟他相依为命的老奶奶 就是看了你们这条新闻 他死了 他死了你知道吗 气得长路 一拳就打了过去 幸好有雨亮等人拦着 不然记者 肯定会被打成猪头 这时周队也赶了回来 看到气冲冲的长路 周队罚他面壁半小时 得知周队回来了 柳橘来到了重案组 他一来就告诉周队 这个方案不行 自己是不会同意的 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 听得雨亮和好家一头雾水 原来周队是想让自己的女儿 魁魁做幼儿 来引诱那个混蛋上钩 在周队的反复劝说下 也为了尽快破案 保护其他的女孩 柳橘最终同意了他的方案 但是一定要保护好魁魁的安全 随后计划就开始了 魁魁换上了初中生的衣服 其他警员也都埋伏在魁魁的身边 下雨天 魁魁打着伞 独自走在路上 很快 鱼儿就上钩了 一辆车缓缓地从他身后开了上来 司机想送魁魁回家 还说自己不是坏人 说着便下了车 就在这时 柳橘下达了抓捕的命令 警员们一拥而上 将这个司机抓获 就在大家以为终于抓到凶手的时候 柳橘跑了过来 有人在其他地方 又发现了一具女孩尸体 大家这才明白 抓错人了 这次女孩遇害的现场 和之前一样 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 这时 一个小男孩说自己 看到了凶手 周队赶紧询问他当时的情况 男孩告诉他 当时自己在唱歌 突然看到一个穿西服的男人 急忙开车走了 他觉得可疑 于是记下了车牌号 36978 但男孩忘记了前面的英文 虽然没能得到完整的车牌号 但这也是一条重要线索 经过调查 用这个车牌号的 有58个车主 警员们只好将这58个车主 全部叫来 挨个提取他们的DNA做对比 可经过范高的通宵比对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DNA 和凶手的遗致 这让大家有些失望 长路猜测 会不会是小男孩将车牌号记错了 或者说 凶手用的是假牌照 这些都有可能 就在这时 好家的电脑突然响了起来 虽然58个人的DNA没有对上 可是 这58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的DNA完全一致 这时大家想起来了 在车主们排队提取DNA的时候 一个叫张世平的人 曾把棉签弄掉了 好家又给了他一个 警员们赶紧把他再次叫过来 周队询问他昨晚的情况 他回忆了一下 棉签掉了后 排在他身后的小伙子 低头捡走了 很快 这个小伙子也被带到了警局 好家再次对他的唾液进行了提取 经过审问 小伙子叫林小勇 是一个形象设计师 当长路问他 为什么要拿别人的唾液时 他却不肯回答 说着要等自己律师来 长路等人也不慌 就陪着他等 还有免费的咖啡 你要来一杯吗 另一边 周队柳菊 好家三人 正围在范高身边 焦急的等待着他的化验结果 周队一遍遍的询问催促 让范高有些心烦 就在这时 周队接到了一通电话 上来就骂他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原来是他的前妻打来的 他不知道从哪听说了 周队把自己女儿 拿去做诱饵的事情 狠狠的骂了周队一番 还要把女儿接走 周队的家事先放下不说 咱们继续看案子 不久后 检测结果出来了 DNA比对完全一致 凶手就是林小勇 这是我见过 最丧心病狂的罪犯 他不仅专门挑选 十三四岁的小女孩下手 而且还残忍的 将他们折磨至死 甚至在被抓后还毫无悔意 因为我是一只蝎子 有了确凿的证据 警局下达了对林小勇的逮捕令 可是他却不认罪 说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长鹿对这个混蛋可没那么客气 你不认罪不代表你无罪 给他戴上手铐就压了出去 周围的警员们见这个混蛋终于被捕了 纷纷破口大骂 畜生王八蛋 在电梯中 林小勇如同走马灯一样 回忆起了自己残害的那些女孩们 似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 趁着警员们不注意 他挣脱开 就朝着强壮去 想要以此了结自己的生命 警员们赶紧一拥而上 将他拦了下来 他想用这种方式 来逃脱对良心的审判 没那么容易 最终林小勇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在他的要求下 电视台和警方答应录下他的人生故事 在镜头前 他还指挥着摄像 让他把自己拍得帅一点 看着那些被他残害的女孩照片 他十分高兴 称他们为上帝的杰作 他把自己比作上帝的园丁 女孩们就是美丽的花朵 他在他们最美丽纯洁的时候 摘下了他们 让他们的美丽永恒 如此变态的想法 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 只能把他当作疯子 随后 林小勇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在他16岁那年 他喜欢上了自己的英语老师 可是因为自己的下面不行 被老师十分嫌弃 和他分手了 从这之后 他开始封闭自己 直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他爱上了同学小勤 可还是因为自己不行 小勤骂他不是个男人 两人为此争执起来 林小勇最恨别人说他不行 于是想要强暴小勤 小勤极力反抗 为了不让他出声 林小勇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直到小勤彻底没了声音 在这之后 他恨透了那些 充满欲望的大人 而这些十三四岁的女孩 就像花朵一样美丽 纯洁 天真 他们不会嫌弃自己不行 而是会绝望地求自己 这样他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 他让这些女孩们 永远地活在了最美丽的时候 为什么要责怪自己呢 听了他的故事 周队等人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 接着他又讲了一个 蝎子与青蛙的故事 蝎子想让青蛙背他过河 还答应了青蛙不会刺他 但到了河中央 蝎子实在是忍不住了 刺向了青蛙 青蛙临死前不解地问他 为什么要刺自己 这下大家都得死 蝎子说他忍不住啊 说完后 林小勇像个疯子一样大笑起来 他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案子终于结束了 周队也解决了他的家务事 被害的女孩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还是个伪知数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 十三四岁的确是女孩们最美丽的年纪 同时也是最应该保护呵护她们的年纪 而林小勇却残忍地折磨杀害了她们 让她们体会到了地狱一般的绝望 真是可恶可恨至极 都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但我觉得这个林小勇不值得可怜 他只是个单纯的心理变态而已 这个男人眼福真是不浅 在网吧打个游戏的功夫 身边却突然多了个打扮时髦的美女 男人看到美女是一个人 于是壮着胆子上前打闪 却没想到美女竟如此泼辣 看到美女态度这样不尽人情 男人心有不甘 于是站起身来 走到她身后 想看看她到底在忙什么 但映入眼帘的聊天内容 却差点把男人吓得灵魂出窍 几天后警方接到报案 服装街上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曹队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新人小刘一如既往的抱怨 这时曹队接到了高局 打来的电话 因为是爆炸案 这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 一定要快速的查清案子 挂断电话后 曹队猛踩油门 加速向案发现场赶去 此时的现场已经被警员们保护起来了 法医等人赶紧对现场进行调查 很快曹队等人也赶了过来 很不幸车主已经被炸身亡 曹队立刻下达了命令 一组勘察现场 二组和死者家属着通 三组对目击群众调查访问 马上分头行动 是 看着被炸毁的车辆 曹队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很快调查就有了结果 案发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15分左右 造成了一人死亡 死者的名字叫齐薇 48岁 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 据附近邻居说 齐薇是10点左右来到停车场 准备开车去取钱 现场勘察发现 导致爆炸的是20克的乳化炸药 据齐薇的妻子说 有五六个人在生意上和丈夫有过矛盾 自己在打牌时 也跟两三个人有矛盾 可只不过是几千块钱的小事 不至于产生这么大的仇恨 听了小刘的话 曹队笑着说道 仇恨这种东西 说来也十分奇怪 它能大能小 还记得吧 去年有个凶杀案 起因就是为了五块钱 所以对这些线索 让他们一定得仔细对待 绝不能放过 是 随后决定让他们先从炸药入手 开始调查 可警员们还没开始调查 又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曹队立刻赶了过去 竟然还是那个停车场 但这次的车主就比较幸运了 因为早上的爆炸案 留了个心眼 才没有受伤 据了解 男人名叫高波 也是在这里经营服装店的 跟齐薇还是好朋友 一听两人是朋友 曹队赶紧让他想想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仇人 高波却告诉他没有 都是一条街上做生意的 哪有那么大仇 曹队让他好好想想 高波突然想起一个人 有一个叫陈老板 拿了他二十万的货 现在都一年了 还没给钱 还拿了我一匹同装 现在不七八个月了吗 哪个陈老板 你认识吗 陈子平嘛 那个时候在这条街上 还开过服装店 因为这个信誉不太好 所以没什么生意 最后到那个陈希 也开了个服装店 询问完后 曹队让他去做笔录 随后让大家收队 回到警局后 去调查炸药的小强也回来了 据了解 有家工地丢了 二十条乳化炸药和十根雷管 现场发现的炸药 和工地丢失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凶手的手里 还有十八条炸药和八根雷管 这无疑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伤及群众 小刘那边也有了结果 他对齐薇妻子说的几人 和高波说的陈子平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 基本可以排除作案嫌疑 现在线索全断了 曹队只好改变思路 从车辆进行分析 凶手肯定不会在大白天 钻到车底下安放炸药 反之会在晚上动手 如果他们俩人的车 是昨天晚上停在那 是不是还有别的老板的车 也停在那 那为什么犯罪嫌疑人 偏偏选中他们俩的车呢 这就可以证明 犯罪嫌疑人 他是有针对性的 说明他们的行为 有一定的报复和寻仇的性质 要是只有他们俩人车停在那 那说明犯罪嫌疑人 他的动机有另外的可能性 他有随机作案的可能性 咱们就排除仇杀的可能吧 队长不愧是队长 一通分析十分合理 随后他便让小刘和大楼 去向其微家属和高波 询问下情况 剩下的人继续讨论案子 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时有个警员提了个方向 电影《古惑仔》中 会有小弟为了上位 来搞出这种大动静 曹队笑了笑 这倒是个新思路 就在大家讨论的正开始 小刘打来了电话 曹队的推测没错 那晚两人因为喝了酒 车停在停车场没开走 现在他正在去停车场的路上 很快小刘两人 就来到了停车场 开门的大爷告诉两人 以前很多人都把车停在这里 而昨天晚上 就停了其微和高波的两辆车 全都被炸了 导致今晚都没人敢来停车了 因为很多老板都说 锁上大门很不方便 于是停车场大门一直开着 直到今天出事了才上了锁 这也确定了凶手是随机选择车辆进行作案 小刘赶紧将调查结果 告诉曹队 得知情况后 曹队立刻召集了警员们 这次案子是随机作案 并不是仇杀 这也意味着凶手很可能会再次作案 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他 随后全体警员立刻出动 在全室寻找凶手 无论是工地 宾馆 还是出租房 一个都不放过 与此同时 四个女孩正在餐馆吃饭 她们正聊天呢 一辆辆警车 从外面驶过 一个女孩突然说 你以为她在跟朋友们开玩笑 其实她说的是真的 而这个女孩 就是警方要找的爆炸案凶手 女孩明讲娇娇 在一家歌舞厅做赔偿小姐 可脾气太过泼辣 导致没有老板看上她 赚的钱自然也就少了 娇姐 你好了没有 经理教你快点上中 叫什么叫 吓死人都不知道 连个门都不知道敲 客人这些半天了 怎么还没化好 等会儿会死呀 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等着吧 那你快点 我都请你发火的话 我不会倒霉的 知道了知道了 同时她还燃有毒瘾 因为她的性格 很多人不愿意借钱给她 她只好将自己的手表戒指 拿来换毒品 为了搞到钱 她便用爆炸的方式 来威胁别人 这天晚上 她再次来到了服装街 在查看周围没人后 她将一个个信封塞到了店里面 里面自然是她的威胁信 次日 曹队高兴地给大家 买来了早点 经过一夜的寻找 虽然没有找到爆炸案的凶手 却抓了二十多个罪犯 其中还有三个 命案在身的 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 爆炸案的凶手 还逍遥法外 这颗不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不久后 警员再次接到一通 报警电话 您好 这里是110指挥中心 110吗 我收到一封敲诈信 说六个小时以内 不给他五万块钱的话 就要炸死我 你在哪里 我 我在服装一条街 好的 我们110指挥中心 马上派人过去 又是服装街 凶手是吃上那里了吗 曹队赶紧带人赶过去 另一边 报警人张老板 也十分着急 盼着警察们赶紧来 终于 曹队来了 张老板赶紧热情招待 救星来了 他将威胁信 交给曹队 上面写着 让他 交五万块保命 却没写联系方式 和交钱的方法 张老板 就算想用钱消灾 也没办法 了解完基本情况后 曹队带着张老板 回了警局 还没走出服装街 曹队 接到了一通电话 随后便让小强 带张老板先回去 自己和小刘 急忙离开了 看到张老板 被警察带走 街坊们议论纷纷 其中一个 穿牛仔衫的小伙子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另一边 曹队来到了 另一家服装店 店长姓罗 他也收到了威胁信 不过 他的费用可不少 整整五十万 曹队长 让他别担心害怕 信里 没说怎么收钱 说明对方 根本没想好 可罗老板 又怎能不担心 你看看现在 事业到了这个份上了 老婆孩子都有了 这帮店里的 还靠着我吃饭 不怕您笑 其微这么一秒钟没了 就算是没有这封信 我也是心心肉跳 这条街上 现在谁不是心心胆战 曹队再次安慰了他一番 有警察在 不用担心 随后 罗老板也跟着曹队 回了警局 回去后 曹队立刻召开了会议 一天半的时间里 就发生了两起爆炸案 两次勒索案 性质十分恶劣 上集也十分关注 要求尽快破案 随后 曹队开始询问 大家的看法 小强认为 凶手纯粹就是为了 制造恐慌 其微两人被炸 是因为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的车 停在停车场 而且 张老板和罗老板 并不是服装街上 最大的老板 店铺也不挨着 凶手为什么给他俩 放了恐吓信 小刘也这样认为 但至于凶手 为什么找到张罗二人 他们俩肯定 有什么共同点 曹队思考了一番 突然想到了恐吓信上 并没有联系方式 说明凶手 知道两人的电话号码 但他们都是老板 到处发名片 知道他们的号码 少说也得几千人 曹队不这样觉得 他们两个 肯定在某个特殊场合 给过陌生人电话 从而让对方 有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他赶紧让警员去询问两人 做咱们侦破工作 就是这样 有任何小的疑问 都要想办法去求证 很多案子都是从这细节上取得突破 这时 小刘突然有了想法 凶手的恐吓信是打印出来的 那么就有两点 一 对方有电脑和打印机 二 对方没有 那么就只能在网吧和打印店 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调查 曹队听了十分认同 立刻安排队员们将全市的网吧和打印店进行调查 就在警员们忙着调查的时候 娇娇还在舒舒服服的睡大觉 仿佛自己就是个爱美的小姑娘 该干嘛干嘛和什么爆炸案根本挨不上边 如果我不说她就是凶手 我相信你绝对不会相信 如此漂亮的姑娘竟然是个炸弹杀人魔 与此同时曹队等人正在警局 焦急地等待着凶手来电 突然罗老板的电话响了 拿起来一看是他妻子打来了 这让大家白激动一场 张老板也开始吐槽他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也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 里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居然知道自己报警了 声称要三十万 不然就等着被炸死吧 挂断电话后 曹队立刻安排人对号码进行调查 得知是一个小店的公用电话 他赶紧让附近的人去查看情况 这时的张老板还不知道 这个可怕的凶手 居然就是自己身边的人 很快警员们就查到了凶手的信息 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就在这时 凶手再次打了电话 张老板想办法拖延了一段时间 凶手说完交钱地址后 匆匆挂断了电话 就这一会儿功夫 警员就查到了对方的地址 附近的巡警立刻赶往现场 将男子抓获 听到凶手被抓后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两位老板纷纷夸赞曹队 可曹队却一脸疑惑 凶手竟然会这么容易就被抓 有点不对劲 说时迟那时快 男子很快被带回了警局 张老板一看都懵了 这不是自己儿子吗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是听别人说 自己老爸被恐吓了 所以想从中捞一笔钱 真是父辞子孝啊 幸好曹队拦着 不然七匹狼就要上线了 虽然自己儿子犯了错 但是张老板知道 他没有胆子去搞爆炸 线索到此又断了 大家只好继续等待 另一边警员们还在网吧中 寻找线索 问了好多人 都没有任何线索 突然有个男人说 听到过这件事情 警员们赶紧向他询问 我朋友呢就瞄了他一眼 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的 在打什么爆炸啊 什么信啊什么的 他好像就看了一半的吧 内容是什么爆炸精彩吧 老子厉害吧 说什么六个小时送五十万 这个时候 那个女的就发现他了 然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通过男人的帮助 警方很快找到了这名知情人 他叫刘金辉大楼赶紧询问他 爆炸信的事 男人说当时 他是想报警来着 转眼一想 万一人家是打着玩 自己不就成了报假案了吗 所以就没往信里去 然后将当时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员 之后 在小金的帮助下 警方成功绘制出来 女人的画像 两位老板一看 这人他们见过 这不就是歌舞厅的公主 娇娇吗 因为要应酬甲方老板 所以两人经常出入这种场合 而娇娇性子也 也能喝 所以两人经常点他 曹队听了 立刻让小强取摸一下他的底细 然后让小刘将画像 分发到各个分局 让他们协助调查 小刘前脚刚走 张老板的手机就响起来了 这次是娇娇打来的 曹队赶紧让监控室追踪 可通话时间太短 没能成功定位 这时罗老板的电话也响了 同样是娇娇打来的 这次罗老板尽量拖延了通话时间 可也只定位到对方的大体位置 曹队赶紧安排队员前往天水桥一带监控 另一边警员们查到了娇娇的住址 小强带人来到了他的门前 敲了几下门 屋内并没有回应 警员们便开门而入 果然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在调查屋子时 小刘从衣柜里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盒子 他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正是雷管 大盒子里的则是炸药 小强赶紧通知曹队 这下好了 不会再出现爆炸了 很快 娇娇再次给罗老板打句电话 让他将钱打到一张卡内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但这次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 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同伙 所以并没有急着抓捕 娇娇到银行一查 居然才打了五万块 他再次拨通了罗老板的电话 还在威胁着他 赶快打钱 不然就炸死你 但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曹队让罗老板一个小时 给他打一万块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同伙 有了钱的娇娇 自然是买买买 什么金银首饰啊 名牌服装啊 统统带回家 一转眼 时间就来到了晚上 娇娇高高兴兴地 拿着买的东西回家 殊不知 他已经被警方包围了 他来到楼上 正要开门 或许是女人的第六感 告诉他 事情不对劲 刚想要跑 被早就埋伏好的 小刘两人逮捕 娇娇十分吃惊 回过神来后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很快 他就被带到了审问室 一问才知道 他才22岁 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正处在最美好的时期 而娇娇却走上了不归路 面对曹队等人的质问 娇娇没有丝毫悔过 还说着自己 早就不想活了这种话 曹队听了十分生气 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赶紧把我掐笔得了 反正是个死 不如死得痛快点 你想要痛快就给你痛快吗 你炸死别人的时候怎么想的 你想没想 曹队的话 攻破了娇娇 最后的心理防线 他大声地哭了出来 将事情全都交代了 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22岁 正是女孩最美的年纪 也是她们最容易堕落的年纪 她们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为了钱她们什么都肯做 更何况 娇娇染上了毒瘾 更会让她做出极端的举动 从而葬送一生 深夜 一个男人拉着一名女孩来到铁道上 将她扔到了一节空车厢中 随后便对女孩进行了侵犯 临走时 还不忘比了一个国际手势 不久后 保安萧师傅来巡逻 看到了车厢里的女孩 见她神情恍惚 衣衫不整 便赶紧报了警 可让同队没有想到的是 这起强奸案的嫌疑人 居然是自己的队员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接到报警后 同队立刻带人来到了铁路公安局 在这里 见到了报警人萧师傅 和受害人小叶 从他们的口中了解了大体情况 在得知小叶还是个高中生时 同队让秋雨将她的父母叫来 毕竟女儿遇到了如此可怕的事情 只有父母的安慰 才能缓解女孩心中的痛苦 同队干了四年刑警队长 也从来没遇到过 性质如此恶劣的强奸案 他立刻让闪闪召集所有队员 对铁道周围进行搜索 可闪闪告诉她 向阳的电话和传呼都打不通 这让同队十分生气 随后带着老朱先去调查 闪闪见打不通向阳的电话 于是拨通了她父母的电话 但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她在哪 如此关键的时刻 却打不通电话 这个齐向阳到底在干什么 经过了母亲一晚上的安慰 小叶的心情终于平复了下来 也慢慢说出了 昨晚发生的一切 昨晚她刚放学 一个人独走回家 跑过车站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社会青年调戏她 吓得她不敢往前走 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在男人的保护下 那群社会青年 也没敢把她怎么样 小叶本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 难道她就是 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其实是个衣冠禽兽 将她带到铁道上后 就把她侮辱了 说到伤心处 小叶再次哭了起来 邱宇问她 还记不记得男人的长相 如果让她辨认 能够辨认出来吗 小叶坚定地告诉她 就算是华春辉 她也认得 随后邱宇便将她 带到技术科 提取体业进行调查 另一边同队 已经是火冒三丈 您说这叫什么玩意 我在刑警队待了这么多年 这从来没有过的事 好了好了 慢慢处理 慢慢解决 老队长 现在的通讯工具够先进了吧 案发这么长时间了 居然找不着人 好了好了 这火都上黄了 人还不知道在哪睡大觉呢 来 咱们抽个时间开个会 研究一下 郑贵 你给我告诉齐向阳 如果今天九点以后才到 立即调离刑警队众案组 郑贵听了 赶紧帮向阳说话 说不定他有重要的事情呢 可同队听了更加生气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 能比案子更重要 顺便还指责起其他人来 大家都清楚同队的脾气 也不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 向阳骑着车赶来了 他还一脸不解地问大家都在这里干什么 队员们看到向阳一脸高兴的样子 赶紧让他闭嘴 这时候同队看到了他 上去就对他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这让向阳一脸懵逼 怎么自己莫名其妙就要挨顿骂 其他人也都针对自己 可当正会问他昨晚在干什么的时候 向阳突然心虚了 慌张地说自己没干什么 呼吸因为没点关机了 可不管怎么样 出现了新案子 却联系不上人 这就是向阳的不对 刑警队内 邱雨找来了一些社会青年 让小叶辨别 有没有昨晚的男人 小叶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始终没有开口 可当向阳走进去后 他突然指着向阳大喊起来 是他 谁 他 姑娘 你是说长得像他是吧 不是长得像他 就是他 姑娘 姑娘 你可要认准了 就是他 把你上车会我也认识他 姑娘 虽然大家都难以置信 可小叶却十分肯定 就是向阳 大喊着赶紧将他抓起来 同队赶紧安抚母女俩的情绪 告诉他们自己肯定会调查清楚 里面的向阳看到激动的小叶 丝毫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同队将向阳叫到办公室 问他昨晚到底干嘛去了 向阳说 自己昨晚见了几个老同学 喝多了睡着了 同队问他见的都是谁 向阳却说得很含糊 什么报社的公安局的 都是些老朋友了 干了这么多年刑警 同队一下子就听出向阳在说谎 问他昨晚是不是强奸了小叶 向阳一听瞬间傻了 自己是名警察 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情 但同队还是不相信他 如果他不说清楚 昨晚到底在干什么 那么他将会是本案的第一嫌疑人 听到这话 想要气冲冲的找到小叶 质问他为什么要诬陷自己 但小叶看到他后 认定向阳就是昨晚侮辱他的男人 双方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气得向阳伸手叫打人 同队立马叫住了他 让他滚出去 但此时的向阳十分激动 还是在其他人的声拉应转下 才将他拉了出去 讲局得知这件事情后 十分的重视 这可是警员犯法 要是真的 那对警局的影响十分巨大 他让同队先将向阳关押起来 然后尽快破案 如果真是向阳干的 警队绝不姑息 虽然同队对向阳十分生气 但毕竟他是自己的队员 而且跟自己两年多了 他什么品性 自己很清楚 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能是他干的 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隐情 老队长也同意同队的想法 小齐绝不是那样的人 但讲局只看证据 我还是希望你摆正位置 端正态度 这不光是你们刑警队的问题 要知道这是关系到警民关系的问题 你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不怕社会乱 就怕警察乱 我们内部要是出了毛病 那问题可就大了 齐向阳作为第一嫌疑人 必须被监控起来 就这样 向阳被关进了拘留所 为了帮助队友洗清嫌疑 大家赶紧去寻找证据 向阳说 昨晚跟朋友们在一起喝酒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这些朋友 可无一例外 大家都说 昨晚没跟向阳在一起 这下完了 向阳居然撒了谎 一晚上联系不上 小叶坚定 向阳就是强奸犯 再加上现在他说谎 向阳算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但同队还是不相信 他会是强奸犯 于是来到拘留所询问他 昨晚到底干什么去了 小叶的事 到底是不是他干的 向阳见队长也怀疑自己 没好脾气的说不是 但就是不肯说 昨晚干什么去了 而且自己也抽血了 到时候 结果一出来 不就知道 到底是不是自己干的了吗 同队语重心长的告诉他 向阳 你来我们刑警队已经两年多了 这些错事 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你告诉我 惩罚 也许会轻点 剑同队还是不相信自己 向阳生气的让他滚出去 同队也不好再说什么 现在只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DNA比对上 很快 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而这个结果 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小叶体内残留的体液 和向阳的DNA完全相同 这就说明强奸犯就是向阳 所有人都没想到 作为刑警的向阳 居然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讲局也立刻下令逮捕向阳 此时同队 还是不肯相信 向阳会是强奸犯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可DNA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是科学的结果 不可能有假 为此同队直接跟讲局吵了起来 甚至不惜违抗讲局的命令 但还是没能保住向阳 他还是被关进了看守所 另一边 向阳的父母得知这件事情后 也不相信儿子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但证据确凿 他们也没办法 就在齐母离开后 老齐赶紧拨通了一个电话 从电话的另头 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闪闪的妹妹亮亮 也得知了这件事 赶紧打电话给姐姐 24号晚上 也就是小叶遇害的那晚 向阳一直跟他在一起 闪闪听了一脸不可思议 赶紧问到底怎么一回事 亮亮这才说出了当晚的事情 那天他邀请向阳去自己家 期间聊起了姐姐闪闪 向阳很喜欢他 但闪闪却对自己矮搭不理 说着说着 两人便喝起了酒 这一喝就喝大了 向阳直接睡了过去 一直睡到天亮 期间没干什么 传呼机也是他关的 怕影响向阳休息 闪闪赶紧将他叫到警局 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同队 同队一听事情有转机 赶紧问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亮亮点了点头 这下好了 向阳有救了 但目前还缺少一样东西 那就是证据 口说无凭 必须有证据证明 昨晚向阳跟他在一起 听到证据 亮亮拿出了一些照片 这些是那晚 他跟向阳拍的照 可这并不能当做证据 同队让他回想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比如人证 亮亮仔细回想了一下 你别说还真有 那晚他们喝多了 在楼上蹦迪 楼下的大娘找过他们一次 随后两人便不跳了 转头唱起了歌 可没想到 警察居然找上门了 说这里有人报警 入室抢劫 但屋内 只有他和向阳两个人 之后警察便走了 他们也可以作证 听到亮亮的话 同队心里高兴极了 这下向阳 可以洗脱嫌疑了 但他 还是要先去问一下向阳 为什么不说出那晚的事情 向阳羞愧地低下了头 承认那晚 确实跟亮亮在一起 他之所以不说 是害怕伤害到闪闪 随后队员们 来到亮亮小区询问 得知 确实有个男人 跟他上了楼 但什么时候走的 就不知道了 老队长和秋雨 来到了公安局 找到了当时出警的警员 他告诉两人 那晚确实接到了报警 来到房间后 并没有发现 有抢劫的现象 此时的向阳已经喝得闽丁大醉 躺在沙发上不省人事 警员认为两人喝多了 报了假警 正准备将他们带回去教育 亮亮赶紧拿出了向阳的警官证 说这都是一场误会 而且报警的也不是他们 警员这才回去了 秋雨把向阳的照片拿给他看 警员一眼就认出了他 确定那晚 喝醉的男人就是向阳 得知这个消息 老队长高兴极了 这下有证据证明 强奸犯不是向阳了 就在大家为向阳寻找证据时 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案 同样的学校 同样的地点 可现在向阳还被关在看守所 这下也可以证明 强奸犯不是他 见到受害女孩后 秋雨将一堆照片交给他辨别 女孩一下子指出了犯人 而这张照片正是向阳的 这下可以证明 犯人不是向阳 而是跟他长得很像的一个人 讲局看到证据后 将向阳放了出来 并郑重跟他道歉 此时的向阳明显憔悴了许多 看到同退后 他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虽然向阳被释放了 但受害者家属认定他就是犯人 认为警局 寻死亡法 保庇犯人 开始在警局门口大闹 这让同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更难受的人是向阳 虽然有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 但因为这件事他的好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真正的罪犯揪出来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引来了记者的采访 对于记者 同队始终四个字 无可奉告 而邱宇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一时间这个消息被报道了出去 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让同队很生气 和邱宇大吵了一下 老队长赶紧在一旁劝两人 但还是闹了个不花而散 另一边向阳来到大学询问教授 有没有可能毫不相关的两人长相差不多 而且拥有同一个血型 教授告诉他这完全不可能 随后跟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听完后向阳恍然大悟 而他的心中也有了答案 这天他将自己父亲约了出来 和他聊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自己老了 孩子长大了 见情况差不多了 向阳终于说出了叫父亲出来的目的 自己那个同福异母的弟弟 到底叫什么名字 听到儿子的话 老齐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于是将一切说了出来 他的弟弟叫陆勇 都是年轻惹的活 当年他出轨了 跟另一个女人有了孩子 这件事也一直瞒着家里人 没想到却因为一场犯罪 将他捅了出来 现在老齐唯一担心的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妻子 听到这话 向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 犹豫了一会儿后 将他交给了父亲 这是我妈妈 写的离婚申请书 她让我求你 现在就在上面签字 之后在老齐的带领下 警员们来到了陆家 他已经提前告诉了陆母 让他将儿子叫出来 同队让大家守住所有出口 一定不能让这小子跑了 此时老齐求同队 让他妈妈劝陆勇自首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同队点头答应了 很快 一辆摩托车停在了门口 确认他就是陆勇后 同队让向阳先带他父亲回去 自己则带人守在了门口 屋内陆母见儿子回来了 便问他 这几天晚上都去干啥了 陆勇一听十分紧张 赶紧说自己赛上夜大 但陆母已经得知了一切 他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让儿子去自首 陆勇得知自己的事情暴露了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逃票 孩子 你跑不了了 警察就在楼下了 你只有同案自首 听到母亲的话 陆勇恶狠狠地盯着他 你居然联合我那个无情无义的父亲害我 推开母亲后他想要逃走 但同队怎么可能让他跑了 刚出去就被警员们按住了 同队看了看陆勇 终于真正的犯人被逮捕了 向阳也终于洗脱了罪名 其母看到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 她伤心地哭了起来 虽然得知丈夫有外遇 她很生气 但毕竟夫妻这么多年 还是不希望离婚的 向阳看出了母亲的不舍 于是想找父亲再次谈谈 可打开门一看 是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父亲 在他的身旁还有许多药瓶 向阳赶紧叫了救护车 幸好发现了及时 老齐保住了一条命 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夜晚一个男人来到妇婆家 进门还很礼貌地戴了脚套 这让妇婆十分喜欢她 赶紧给她倒水 让她坐下 男人环顾四周 发现家里就妇婆一人 妇婆也告诉她 自己丈夫出差了 过几天才回来 女儿也不在家 这让男人十分开心 说了句 随后转身 恶狠狠地看向妇婆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张军是一名局长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出差 这天他出差回来 怎么敲门 妻子也不开门 他以为妻子不在家 自己开门进去了 可眼前了一幕 让他呆住了 只见家里乱哄哄的 似乎是遭了贼 张局慌忙地叫着妻女的名字 但没有任何回应 一种不好的预感 瞬间涌上心头 他赶紧寻找妻女 可打开卧室的门后 他感觉 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接到报警后 朱队立刻带人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鉴定 两人是被连筒束刀致死 而且 所有房间只有卧室 有打斗的痕迹 门窗都没有被破坏 所以警方怀疑 嫌疑人是从正门进入的 由于小区刚建成不久 监控设备还不完善 所以并没有找到 有用的监控画面 朱队听后 有了大体的了解 张局也不想听这些 他只想知道 什么时候 能够抓住这个畜生 给自己的妻女报仇 经过一天的调查后 警方初步断定 这是一起 入室抢劫杀人案 但现在还不确定 是凶手入室抢劫杀人 还是熟人作案 但后者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门窗并没有被撬的痕迹 客厅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听到熟人作案 就让张局疑惑起来 他做人做事都十分圆润 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更何况是熟人 到底是谁这么残忍 对自己下这顶毒手 看来张局这边 问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 朱队带着小鹿回去了 回到警局后 朱队加大警力 开始对小区周围的监控 进行调查 可始终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人 他就把目光 放在了通话记录上 通过调查张局妻子 黄女士的通话记录 发现了两个未知号码 恰好是遇汉的当天 和前一天打来的 其中一个号码 是公共电话厅打来的 另一个是不记名购买的号码 这个号码 只打过两个电话 一个是打给移动客服的 另一个就是打给黄女士的 但始终没有发现 有用的线索 警方又将目标放在了黄女士 丢失的银行卡上 经过调查 发现她的银行卡 取过两次钱 以此 是在黄女士家附近 取走了5700块 第二次 是在600多公里外的沿海地区 取走了5万块 有一点猪队比较疑惑 母女俩遇害时间 是晚上10点左右 可凶手第一次取钱 是9点左右 这是为什么 小鹿猜测可能是凶手 先逼问出了密码 随后将母女俩杀害 这样一想就解释得通了 猪队赶紧让他去调查监控录像 一定要赶在凶手逃跑前抓到他 很快技术科就找到了嫌犯 警方立刻出警 在刘子峰家门口将其抓获 被抓后 刘子峰一脸懵逼 自己没干什么呀 怎么就被抓了呢 猪队问他 三号在干嘛 刘子峰的回答 显然有些犹豫 说自己在上班 随着猪队的深入询问 他开始慌张起来 似乎有什么事情 瞒着警方 在猪队的连续追问下 他才说出了当天的事情 那天他和一名女同事约会去了 盘公司知道后将他开除 所以才不敢说实话 猪队可不会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于是让小鹿去他公司调查一下 没多久 小鹿回来了 刘子峰说的是真话 刘子峰也很奇怪 警察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呢 猪队问他 你说你这几天都在市区 为什么身份证在柯运站被扫描了呢 说到身份证 刘子峰恍然大悟 他的身份证在不久前丢了 那天他去宾馆开房 身份证被一个陌生男人顺走了 因为自己一直不出市区 也用不到身份证 就一直没有补办 没想到被别人给利用了 经过小鹿的调查 确认刘子峰说的事实话 这下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断了 张局还打电话来催 是个冒犯祸 冒犯是什么意思 冒犯祸就是说真正的犯罪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拿了别人的身份证 冒于其他人身份迷在本市 找过这么多天 还找到这么多人 最后调到的还是有冒犯 张局长 您放心 我们会尽快找到匈牢的 这样猪队心里十分难受 这时小鹿告诉他有了新线索 他们调查了刘子峰的身份证 发现凶手用他注册了手机号 和一个叫陈娟的女人联系密切 来不及多想 猪队立刻找到了这个叫陈娟的女人 据陈娟所说 刘子峰是他男朋友 但他的真名不叫刘子峰 有一次他看到男友提交了身份证 他其实叫赵刚 小鹿赶紧问他赵刚的事情 但陈娟什么都不清楚 只知道他家住在海边的一个小镇上 这要找起来 那比登天还难 小鹿又问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陈娟告诉两人 三年前他和赵刚是在俱乐部里认识的 他出手阔绰大方 深得陈娟的心 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 陈娟有个爱好 那就是自拍 可赵刚却十分讨厌拍照 每次陈娟要拍他 他都十分抗拒 甚至发怒 趁着赵刚睡着 陈娟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没想到赵刚对此十分敏感 居然直接醒了 看到陈娟拍了他的照片 一把躲过来删掉了 你干嘛呀 我跟你说过 我不行有照相 你不许跟我照 我拍也不准吗 不行 谁都不行 那你答应跟我结婚 拍婚家照 也是假的了 你说话呀你 总之以后 不许跟我拍账 否则 否则 要跟我分手是吗 你知道就好 你 你跟我走 你就别回来 让陈娟没想到的是 从那以后 赵刚就真的没再回来过 小路听完后 有个疑惑 既然你知道 你男友 用别人的身份 你不感到奇怪吗 陈娟却告诉他 这有什么 混这个圈子的 有几个是用的真名 两人回去后 十分失落 这个凶手太狡猾了 居然用的是假身份 随后开始调查起 这个赵刚来 这一查不知道 这个赵刚也是假身份 这让警方 再次陷入了困境 只好找来陈娟 这个赵刚 是个极度危险的人 希望他 能够提供些线索 根据我们的调查 恐怕跟你生活在一起 很久的那个人 并不叫赵刚 可是 我有看到他的身份证啊 陈娟思考了一会儿后 突然想起来 他哥哥举办婚礼的时候 赵刚也参加过 婚礼录像 应该能有他的身影 很快 陈娟在录像里 发现了赵刚 确定是他后 朱队赶紧让小鹿 把画像发下去 让其他派出所和民众 协助调查 不得不说 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很快就有了赵刚的线索 朱队赶紧带人赶过去 一名快递员告诉两人 通缉令上这个人 他认识 正是他们公司的 叫宋思明 小鹿问他 能确定吗 快递员拍着胸脯保证 都是一个公司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 自己不可能认错 这个人只来了两个月 平日里 送件也不多 但整天在外头跑 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自己已经有半个月 没见过他了 就在这时 朱队接到了电话 是陈娟打来的 我想起来了 我们还有一次 在缅甸玩了几天 偷渡回国 赵刚的一个士兵证 被扣留了 你们去缅甸 为什么还要偷渡呢 这个 行吧 这事以后再说 他的士兵证 就是在那被扣的 好 好 谢谢你提供线索 朱队又赶紧找到了当地警方 发现这个宋思明 也是假身份 他的军官证早就丢了 真正的宋思明 根本没有来过本事 这让朱队差点崩溃 怎么又是这样 这个家伙 到底有多少个身份 又经过几天的摸牌调查 小路发现 还有个人 他联系密切 这个人叫李大国 他之前是一个公交车司机 但吃喝嫖赌 样样沾边 就被公交公司开除了 成了无业游民 整天混迹在各种鱼龙混杂的场所 经过了几天的调查 警方终于找到了这个李大国 李大国见几人朝他追来 他扭头 拔腿就跑 没想到这小子跑得还挺快 要不是小路超劲道 将他拦住 差点让这小子给跑了 所以说 千万不要想瞧女警员 人家也是有真实力的 被抓后和其他混混一样 他也是一点无辜的 说自己没干什么 这群人也不想想 没干什么 能无缘无故抓你吗 猪队拿出赵刚的照片 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 看到照片 李大国有些吃惊 显然他是认识赵刚的 见李大国不说话 猪队开始了公事 李大国 你经常偷游出去赵国的事 我们都听 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 最终他还是说出了赵刚的事情 他是在赌场认识的赵刚 有次有人出谦被他发现了 赵刚就对这个人往死里打 下手捺叫一个狠 吓得其他人都不敢说话 他当时就觉得赵刚不是什么简单的人 跟他断了联系 既然赵刚喜欢赌 那他肯定会在赌场出现 猪队让所有人24小时手机开机 立刻对附近的赌场进行调查 势必要找到这个人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调查 终于有了赵刚的线索 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 赵刚就在他们当地的一个赌场中 接到消息后 猪队立刻带人出发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抓到了赵刚 他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前阵子自己没钱了 陈娟也不给他钱 于是他就找了份快递工作 开始对附近的高档小区调查 最终锁定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正是张局长家 他假扮成来租房的人 见到了黄女士 黄女士见有人来租房 滔滔不绝的给他介绍起来 自己家的房子多么多么好 说着说着就说到其他地方上去了 您不愧是局长夫人 看您的气质就看不出了 您啊 真会说话 不行啊 老了 现在穿什么 都穿不出个好来 你看我这身衣服 几千块钱 穿到我身上 他就愣看不出个好来 好家伙 一身衣服就几千块 这个是条大鱼啊 赵刚用画术 套出了黄女士住在那 然后将房子租了下来 黄女士哪能想到 自己这是引狼入室啊 几天后 他找了个机会 趁张局出差的时候 来到了黄女士家 借口说是来给他送房租的 黄女士见赵刚来了 热情地邀请他进屋 见他还带了鞋套 以为他是个礼貌的小伙子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赵刚之所以戴鞋套 是为了不留下线索 黄女士的嘴也是碎 什么都往外说 将丈夫女儿什么时候回来 都告诉给了赵刚 大姐 您就一日在家 可不是吗 你姐夫啊出差 明显才回来 我闺女啊 上大学 周末回来 那就好吧 什么好吧呀 就这样黄女士 被她绑架了 不久后 女儿回来了 发现母亲被绑架了 十分吃惊 然而下一个 就是她 问清楚银行卡密码后 赵刚 残忍地 杀害了母女俩 事情的经过 就是这样 虽然案子清楚了 但猪队 有件事很奇怪 为什么赵刚 要用这么多假身份 哪个才是 她真正的名字 对于这个问题 赵刚 却一言不发了 不过没关系 猪队让小鹿 带她去咽血 经过DNA的比对 赵刚的真实身份 也出来了 她的真名叫盛永强 是一名 赛逃逃犯 三年前 她用同样的方法 在山东 杀害了一对母女 要不是及时将她逮捕 将会有更多的人 惨遭毒手 真实身份曝光后 盛永强显然十分惊慌 猪队再次问她 为什么要用假身份 她的回答令人可笑 是因为她的儿子 她不想回到 自己在儿子心中的形象 所以才一直用假身份 盛永强 你别静悄好听的说 还有什么形象 你就是一个懦夫 一个不敢面对 你家人的懦夫 可耻和虚伪 才是你真实的形象 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 天底下没有完美的犯罪 只要你做了违法的事情 那就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而警方会顺着这点蛛丝马迹 将罪犯捉拿归案 俗话说得好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四名大学生聚会结束后 走在回家的立交桥上 其中一名女生突发奇想 打开手机 准备直播 玩恐怖游戏 一 二 三 四 五 是不是五个 哪有第五个人啊 是不是五个 看见我们了 啊 什么的 我找女鬼 我找女鬼 什么的 突然出现了女鬼 吓得她们落荒而逃 而就在几天前 这里发生了一起命案 推理没有高下之分 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谭叔 几天前 城队接到了报警 一名男人说 自己的妻子 在立交桥上失踪了 警方经过多方调查 始终没有发现女人的踪迹 案子就这样 一直被搁置在这里 就在这时 刑侦专家司徒彦 给他打来了电话 告诉城队 他们发现了一具女尸 看起来 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女人 城队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经过男人的辨认 女尸的确是她 失踪一周多的妻子 韩雪 而司徒彦 之所以能找到女人 正是因为前面 说到了女鬼 因为当时 女大学生正在直播 这段录像 就被网友传到了网上 瞬间引起了热潮 大家众说纷纭 这段录像 很快 也被司徒彦发现了 这也引起了她 极大的兴趣 但由于 自己正在生病 只好让助手小宋 和小林 帮自己去调查 细心的司徒彦 通过录像发现 这四名学生 是西大的大学生 因为他们的包里 有本教材 这是新出版的教材 只有西大才有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西大调查 经过多方打听 两人找到了 当时四人之中的短发妹 短发妹告诉两人 他们看到的女鬼 叫做孤祸鸟 相传 如果一个有身孕的女人死了 那么 她就会化为一种 叫做孤祸鸟的厉鬼 孤祸鸟总会在 夏天的夜晚出现 就像这样的夏天 短发妹的说法 让两人几倍发凉 赶紧离开了学校 来到立交墙上 寻找线索 因为司徒彦生病 小林就用视频电话 让她观察四周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 视频中女鬼出现的地方 司徒彦让她走近点 方便自己观察 但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就在这时 小宋发现了一个破屋 破屋离离交墙很近 说不定 假扮女鬼的人就在里面 两人很快来到了破屋前 虽然屋子很破 但是很干净 明显被人打扫过 而且还装饰了一下 显然这里是有人居住的 小宋敲了敲门 发现里面并没有人 于是两人便推门走了进去 屋内的家具很齐全 做饭的锅碗瓢盆 也都挂在墙上 看来这里的确是有人居住 虽然很干净 但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小林看着墙上的物品 觉得有些奇怪 就在两人调查的正起见的时候 突然冲进来一个邋遢的男人 嘴里大喊着你们偷我的宝贝 然后拿着相机疯狂拍照 相机的闪光灯 闪得两人睁不开眼 赶紧说自己什么都没动 让对方冷静点 男人看到小宋手中的摄像机 突然开心起来 原来你也喜欢摄影 还邀请小宋一起去挖宝 看到男人神经有些问题 小宋赶紧附和的说 好好好 可当两人靠近男人的时候 男人的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 一听是个女人 小林瞬间想起了女鬼的事情 赶紧问男人 说的女人是不是女鬼 可一个疯子 哪知道什么鬼不鬼的 小林指了指一旁的李娇桥 男人吓得 赶紧抱紧自己的盒子 说他才不去上面 上面有人抢自己的宝贝 电话另一头的司徒宴见状 让小林问他 你的宝贝藏在哪了 男人一听宝贝 瞬间来了兴趣 他问两人一个问题 如果答得上来 就告诉他们 你们说 这小鸡 大不大了 你这是什么 呃 变成 大鸡 我来 变成 炸鸡 不对 变成 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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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 你们俩 你们俩是疯子吧 鸡精 你们俩是疯子 男人的这个问题 让三人都摸不着头脑 小鸡长大了 到底变成什么 因为没有说出 男人满意的答案 两人只好先回来了 晚上 司徒宴一直在思考 白天的事情 男人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他听到外面 有脚步声 于是 走出去看了看 只见一个男人 捂着胸口 喘着粗气 慢慢朝着病房走去 他的拖鞋上 沾满了泥巴 肯定是去外面了 这么晚了 一个病人 去外面干什么 司徒宴也没在意 继续回去睡觉了 次日 两人来到了医院 跟他讨论 昨天疯男人的事情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走廊里 传来了一个男人 愤怒的声音 三人赶紧走出去 查看情况 一个男人 正在骂自己的妻子 骂着骂着 还要动手 被小宋给拦了下来 告诉他 这是医院 别大声喧哗 男人看到有人来了 瞬间变了态度 赶紧跟小宋道歉 并说自己妻子 什么事情也干不好 自己一时生气才这样 司徒宴仔细一看 这不是昨晚的那个男人吗 他又把目光 放到了妻子身上 他的眼角和手腕 都是愚青 再加上刚才男人的态度 看来是经常遭到家暴 小林提醒他 别多管闲事 好好养你的病 更何况 这是人家的家事 咱们也管不着 可司徒宴偏偏要管了 他让两人 继续调查女鬼的事情 自己去查家暴案 小林也没办法 谁让司徒宴 就是这么一个人呢 次日 两人再次来到医院 却发现司徒宴 不在这里 询问护士得知 他已经出院了 另一边 司徒宴正跟男人聊天 男人名叫王志远 他的妻子叫做方丽 两人聊了一会儿后 司徒宴想送两人回家 王志远听了 拒绝了他的好意 自己只是断了根肋骨 又不是不能行动 但司徒宴 执意要送两人 这时小林两人走了过来 司徒宴赶紧让小松 拿行李 送王哥回家 小林见状 赶紧把他拉到一边 告诉他 女鬼才是正事 咱们俩分工明确 查女鬼我查家我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就这样 王志远上了司徒宴的车 路上 司徒宴问他 肋骨是怎么断的 王志远说 是打篮球撞的 司徒宴又问 他是打什么位置的 王志远说 是前锋 可又改嘴说 是后卫 一个爱打篮球的人 连自己打什么位置 都不知道 这引起了司徒宴的怀疑 他的肋骨 绝不是打篮球撞断的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冲到了车前 小松一看 这不是之前那个疯子吗 疯子看到后排的王志远后 突然变了脸色 激动起来 看样子 疯男人 似乎认识王志远 司徒宴觉得 这可越来越有趣了 很快 大家来到了王志远楼下 他本想就这样 跟司徒宴告别 可司徒宴 嘴上说着再见 手却死死攥住 话语之间充满了 想上去看看的意思 方丽健壮提出 请他上楼喝杯茶 司徒宴瞬间喜笑颜开 王志远健壮也不好拒绝 那就请吧 来到楼上后 司徒宴发现 他们家门上 居然有五把门锁 王志远说 自己住的比较偏僻 为了防贼 才安了这么多锁 这个解释很合适 但他知道 王志远在撒谎 随后 他环顾了一眼客厅 再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离开后 小林指责他太多疑了 不是每个人都是可疑的 但司徒宴不这么认为 方丽和王志远不可疑吗 你都看到了 你个小老板 跟他嫌弃而已啊 一个粗暴的男人 和爷家暴受害者吧 王志远在医院里 基本上每天深夜都卖出 而第二天 方丽身上总会出现新伤痕 王志远说他会打篮球 可他连前锋后卫都分不清楚 你是打前锋呢 对前锋 不是 我后卫 方丽美 说一句话 都要看王志远的脸色 这么多疑点 你说不可疑吗 就在司徒宴沉迷家暴案时 小林接到了成队的电话 他们在丽江桥下的河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死者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的疯男人 得到消息后 三人赶紧赶到了丽江桥 成队告诉司徒宴 疯子是昨天晚上溺水而亡的 今天早上被尘跑的老大爷发现 经过初步判断 应该是泥路太华 不小心落入水中 但这个猜想被立马推翻 疯子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不熟悉周边环境 这绝对不是意外溺亡 司徒宴也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他让小林带自己去疯子家看看 路上司徒宴一直在思考疯子的死亡 这时他想起来 疯子之前带着一个相机 赶紧给成队打电话 问他有没有发现疯子的相机 警员打捞了一会儿 只发现了一本书 活着并没有发现什么相机 那么会不会疯子放在家里了呢 三人加快速度 来到了疯子家 但还是没有发现相机 这时候司徒宴想起了疯子的问题 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 这是活着里面的一句话 小鸡长大了变成鹅 鹅长大了变成羊 羊长大了变成了牛 顺着这个线索 大家开始寻找 跟着三样有关系的物品 很快小宋就发现了 墙上挂着一幅画 一头牛恶狠狠地盯着旁边 而旁边则是一幅树木的画 司徒宴瞬间明白了 他带了两人 找到了画中树的位置 开始朝下挖 很快就有了发现 他们挖出了一个平安符 符的背面写着一个名字 寒雪 司徒宴赶紧通知成队过来 看到这个名字 成队有些印象 前几天有个男人来报案 说自己妻子失踪了 他的妻子就叫寒雪 难不成假扮女鬼的是他吗 司徒宴绝对不对劲 让警员们在附近挖掘 果然有人发现了一只人手 挖出来一看 是一名怀孕的女尸 成队将男人叫了过来 经过确认 这正是失踪的寒雪 他已经遭遇了不测 是谁残忍杀害了他 有埋在这里的呢 为什么疯子会有他的平安符 经过尸检 警方发现死者身上 有多处擦伤和挫伤 大腿部分有骨折现象 内脏破裂导致严重的出血和流产 警方断定 这是一起 肇事逃逸案 死亡时间大概在一周前 一周前 这好像是王志远住院的那一天 想起之前的种种异常 司徒宴觉得 他可能跟案子有关系 说不定就是凶手 很快王志远就被请到了警局喝茶 但对于撞人的事情 王志远根本不承认 简称自己的伤是打篮球撞的 因为警方没有证据 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只能先把他放了 另一边 调查王志远车的警员也回来了 他的车没有撞击的痕迹 也没有保修记录 司徒宴问他妻子怎么说的 警员告诉他 两人的说法完全一致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撞了寒血 司徒宴觉得 完全一致就有问题 一定有证据 一定有 我一直以为他想隐瞒的是家暴 但其实就是这次交通事故 我想他妻子当时一定也在车上 这样身上的伤就可以解释了 警评推测是没有用的 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只有拿出证据 才能够将他绳之以法 没有证据 一切都是白搭 就在司徒宴想破脑袋 寻找证据的时候 小林这边有了新发现 晚上小林和小宋正在聊天 两人聊起了小时候 小林就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拿了出来 不过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种胶片拍了 这种胶片好几年前就停车 听了这句话 小林想起了疯子的相机 他的相机不是什么高级货 而是比较老旧的一款 正如小宋说的 老旧的胶卷已经停产了 那么疯子的相机里不可能会有胶卷 就算有也已经用光了 他赶紧将这件事告诉给司徒宴 而司徒宴也明白了 王志远为什么每天晚上要离开医院了 他在停车场找到了王志远 宣告了他的罪行 首先他的车最近重新途过漆 但是没有报修记录 说明他是在黑修车厂修的车 好好的修车厂不去 为什么要去黑修车厂呢 其次 每天晚上都离开医院 并不是家暴妻子 而是去立江桥下寻找疯子 因为在你撞人那晚 掩埋尸体的时候 被疯子看到 并且拍了下来 你担心疯子 有你杀人的照片 于是就想要杀了他 但一直没有找到他 直到那天出院的时候 你见到了疯子 当晚将他杀害 可惜你千算万算 没能想到 他已经把全部胶卷取出 藏到了桥下的宝库 你还是没能销毁关键的证据 听了司徒宴的推理 王志远轻蔑一笑 所以说证据呢 把证据拿出来 没证据 你就不要打扰我 说吧 王志远开车离去 殊不知 司徒宴的话语中 已经给他埋下了认罪的种子 深夜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里娇桥下 这个人正是王志远 他是来寻找胶片的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胶片 就在这时 一个大灯突然照向了他 一群警察 瞬间就把王志远围住了 没错 这正是警方设下了陷阱 司徒宴知道 王志远听到胶卷还在桥下时 肯定会来寻找 果不其然 但此时的王志远还很嚣张 就算被抓了又怎么样 你们还是没有证据 司徒宴告诉他 证据已经有了 其实胖子的相机里从来都没有胶卷 这种傻瓜相机不管有没有胶卷 每次上快门都会有闪光灯 而且这种胶卷很多年前就停产了 市面上早买过 所以 胖子的相机里从来都没有胶卷 他的照片数永远停留在了S 所以 所谓底片上的证据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那这是什么 昨天你问我要证据 谢谢你今天就把证据送到我面前来 这只不过是我们准备的一个小小的道具 司徒宴你大咬 老实点 就这样 王志远被抓捕归案 韩雪的死因搞清楚了 可丽娇桥上的女鬼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提起另一个人 王志远的妻子方丽 当时王志远撞人的时候 他也在车上 他也曾经劝过丈夫自首 但王志远虔诚大好 怎么可能自首 两人为此经常起争执 方丽也没少爱丈夫打 长此一往 方丽心中十分愧疚 直到有一天 方丽梦游了 她把自己打扮成韩雪的样子 游走在丽娇桥上 这就是女鬼的真相 他们家之所以那么多所 不是为了防什么小偷 而是为了防止方丽 晚上出去梦游 如今一切都清楚了 所谓的女鬼背后 其实是一场令人愤怒的命案